我們今天4月25號來到配置跟出圖這個單元 也蠻重要的 我們這個學AutoKey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出圖 出圖是有點像你們大一就開始學圖學 鋸色系為什麼要學圖學 出圖是重要的 出圖要出到清楚讓人家理解 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邏輯性的問題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這個圖的人你看不懂別人也會看不懂 反之亦然 所以這是邏輯上的問題 這是你們圖學上的問題 第二個才是AutoKey的技巧上的問題 我們今天會教很多跟這個方面有關的 至於邏輯上的問題你們就只能多觀察多學習 請打開樣板檔 那樣板檔呢就是 我之前給你們的樣板檔 盡量用我的樣板檔可以嗎 不要到時候又缺這個缺那個 我的樣板檔是長這樣子記得嗎 打開來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請你去把它找出來 因為你沒有開我的樣板檔的話 我們等一下上課很難溝通 OK 給你們多久 30秒去把樣板檔找出來 然後我們存檔 那存檔的時候就是要存成DWG 你們今天精神看起來比較好耶 為什麼 有睡飽啊 但是今天精神顯然比上一節課好很多 這個 這個 在 在台上看著你們的眼神就知道了 等一下我要幹什麼 今天4月25號 好了嗎 OK 可以繼續啊 Ready 好 來 然後呢 呃 我們點一下 底下的 這個頁簽喔 有什麼模型啊 配置一配置二 或者是像我現在標籤的一個ABC-123 你們有看到嗎 有嗎 找到了嗎 好 那進來之後是不是會出現這個畫面 是不是 OK 好 那 最左邊呢 左下角這邊有個icon 我們稍微點一下喔 這個呢 是 大概是兩年前才開始有這個icon 這個icon的意思就是說 什麼 沒有在 好 這個icon的意思是說 如果當我們底下有很多很多的配置 好 模型永遠只有一個 模型只有一個 就每一個檔案只有一個模型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配置排列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排不下 好 那你排不下的時候怎麼辦呢 你就是會在 左下角這個icon上面點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呃 全部的配置都會羅列在這裡 那 如果最底下這一列排不下的時候 就在這裡找 那當然它也有一個功能啊 比如說可以加新的配置啊 可以從樣板來找配置啊 加入配置啊 那還有頁面設置管理員 頁面設置管理員 頁面設置管理員 對很重要 頁面設置管理員呢 我們今天會一再的使用它 就是英文版叫Page Setup 好 那個版應該叫Page Setup之類的 那我們就先點了ABC-123了齁 Ready 所以我們把這個呢 這幾個叫配置的東西 我們先把它Delete掉 那為什麼要把它Delete掉呢 因為我們想要從零開始 所以我們選取它 然後把它Delete掉 現在是一個空白 我有個比喻啦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但是我就這麼比喻 模型很像一個宇宙 宇宙 Universe 那配置呢 很像一艘一艘的太空船 這是我的比喻 你們聽完 那太空船在看這個宇宙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有它的窗子 它會有它的視窗 或是它各式各樣的儀器 去觀看這個宇宙 所以 一個Universe裡面可以有N個太空船 對吧 同意嗎 所以所有的配置就像一艘一艘的太空船 譬如說我跟我一起這樣做 我們在配置裡面打MV這個指令 這個之前也許有說過 沒關係我們就再複習一下 打MV這個指令之後呢 就會出現一杯選項 如果你忽略這所有的選項 直接做一個左上右下的一個點拉的話呢 你就可以出現一個配置 就可以出現一個飾步 這個我們叫做飾步 這個飾步呢 就很像我們在模型空間裡面看到的 每一個不同的飾步 我沒辦法把它點掉為什麼 好來有了 我每一個特別去精心 擺放位置角度的這樣的東西叫做飾步 我再講一次這個叫飾步 英文叫viewport 英文叫viewport 那配置呢 就像一艘一艘的太空船 那一艘太空船裡面呢 當然可以不只有一個配置 所以我們再打一次MV 我們任意點選一個地方 再打一個MV 在左上右下拉一下 到這邊有問題 所以一艘太空船裡面可以有好幾個Windows 那Windows在AutoCade裡面叫viewport viewport 你是透過這個port 透過這個port來觀看這個世界 所以叫viewport 到這邊可以嗎 好 那可以有多少太空船呢 理論上可以有無限多少太空船 那每一艘太空船裡面可以有多少個飾步呢 理論上可以有無限多個飾步 它有沒有極大值一定有 但是我告訴你 你絕對用不到它的極大值 因為你 它所提供的飾步提供的配置是遠遠超過你想像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個極大值多少 可能要去查AutoCade的官方文件來查得到 但基本上用不完的 但是 但是 模型 空間只有一個 也就是這個宇宙只有一個 可以嗎 我不知道那個Model多重宇宙那部電影講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不在這裡討論那個電影 我這裡只有一個宇宙 可以嗎 所以我們通常呢 這個模型空間我們不叫它universe 我們叫它model space 英文叫model space 那中文版就叫翻作模型或者是模型空間 那這個配置呢 配置呢 在英文版 翻譯作 圖紙空間 paper space paper space 那後來因為它的標籤名稱叫layout1 layout2 所以有人又叫它layout 所以layout layout paper space 配置 圖紙空間 圖紙空間 我剛剛講這四個名詞是同一件事 了解嗎 要看你的context 但是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model space 模型空間 模型 這講的是同一件事 到這邊沒有問題吧 很簡單 對吧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兩個剛剛新產生的viewport呢 把它delete掉 然後我們再從零開始 mv 多打幾次就會記起來 然後呢 我們在 點下去之前 請你選擇4 選項4 123 4的4 打4Enter 4Enter之後呢 它就只剩下你可以左上右下的這個拉框的選項 我們把它拉出來 ok 這樣一次可以產生四個viewport 而這四個viewport呢 基本上會根據你最後一次在模型空間裡面所工作的情況 來決定它的初始的試圖的角度 到這邊可以嗎 好 譬如說 來我們在左上角的 左上角的四步 double click進去 那double click這個進去呢 其實也可以用一個指令來取代 這個指令呢 請你背下來 這個指令叫ms model space的意思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要跟你解釋英文的原因 就是它跟指令有關 那如果你要離開這個空間呢 離開現在這個viewport 這個viewport 從這個viewport跳回 真正的圖子空間的時候呢 你可以打ps 也就是paper space psEnter 你就跳出來了 所以ms是進入到圖子空間裡面的小的四步裡 model space 打ps會離開這一個 所以ms進去 ps出來 簡單嘛 那當然很多人習慣就是 因為在後來 Windows 視窗化之後 大家就習慣不要用指令了 不要用指令就是什麼呢 就double click 來 double click 然後click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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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面去跳不同的視窗 到這邊可以嗎 那我們就一起呢 把左上角這個視圖呢 擺到 這邊有可以直接點選的喔 在他的 在這裡呢 你都通常在每一個視部的左上角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好 請你跟我一起這樣做 這個點選上視圖 然後呢 把概念改成2D線架構 然後呢 這個 左下角呢 改成前視圖 好 我剛剛一開始要用model space來做比較快 沒有 用那個什麼 2D線架構比較快 但沒關係我就全部都改2D線架構 然後 右下角呢 改成右視圖 所以這個符合我們三視圖的概念 然後 一樣呢 點選2D線架構 這邊就是一個簡單的練習 沒有什麼太偉大的地方 然後呢 最右上角請你用東南視角 好 那 也是用2D線架構 然後改完之後呢 請你在外面double click 或是打PS 離開到 真正的圖紙空間 到這裡沒問題 沒有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回到模型空間 真正的模型universe 我們回到universe 我們打DI一下 我們量一下 左下角到右上角 這個方塊呢 是50乘40乘30 X方向是50 Y方向是40 Z方向是30 OK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圖紙裡面量 圖紙裡面量比較麻煩 然後呢 我們想像一下這張紙 這張紙有多大 那目前為止 我們不知道它有多大 那不知道它有多大呢 怎麼辦呢 我們在ABC123-123的這個標籤上 按滑鼠右鍵 按了以後請你選擇頁面設置管理員 也就是英文版的Page Setup 到這邊可以嗎 然後呢 我們這邊呢有兩個選擇 一個叫修改 一個叫新建 我們先做一個最基礎的修改 來我們把它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那這個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一個多月前吧 曾經跟各位說過 這裡的印表機呢 請你統一選擇 DWG to PDF 這理由很簡單 因為每一個人呢 家裡的印表機 哎呦 為什麼選不到 家裡的印表機呢 都長得不一樣 辦公室的印表機都長得不一樣 然後每個人安裝的軟體 也長得不一樣 可是這是唯一的最大公約數 也就是我可以保證這個房間裡面 包括Mac版的 每個人都有這個DWG to PDF 對吧 對吧 有沒有沒有 沒有人舉手 請你吃麥當勞 沒有都有 所以 這個是最大公約數 那選這個最大公約數的好處是 你的檔案丟到別人的電腦 別人的電腦打開之後 它一樣可以輸出成PDF 它修改完 一樣可以輸出成PDF 而不用再重新選印表機 這是friendly的表現 可以嗎 而且就好用嘛 反正我們通常 我的習慣是DWG 這是一個檔案 PDF 是另外一個檔案 那這個PDF 我一定是從DWG直接輸出的 所以這兩個是link在一起的 所以我修改了我DWG 就要重新出我的PDF 同意嗎 不然你改它幹嘛 對吧 所以 這兩個檔案把它綁在一起 所以這裡統一就選這個 不要選其他的 請你不要選其他的 請你不要選其他的 然後再來呢 圖紙大小就由你自己選擇 可是圖紙大小的選擇實在太多了 A3 A0一直到 從A0 A1 A2一直到 A3 A4 甚至A5 還有B0 B1 B2 那這個呢 請各位去回去看我的一份講義 我有一份講義叫做 來我們找一下哈 叫做9-06 你們回去藝學員自己查 9-06呢 AutoCAD常用 不是AutoCAD 就這個世界上常用的標準紙張的尺寸列表 那這個表對我們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要每一次什麼東西都Google的話 那你有一張這樣的表很方便 我稍微解釋一下 NC是American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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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美國 國家標準局 那基本上是以音質為主 所以呢 他在前面的兩列秀出來的呢 都是英寸的尺寸 對理解嗎 理解 好 那ARCH 是他們建築師工會用的 這是Architecture Standard Architecture Standard Architecture Standard 一看就知道是美國國家建築 但美國在這個世界上老大嘛 所以基本上它是 世界上大多數東西的一個標準 所以這也是音質的 它跟我們的 在NC定義的尺寸有稍微不同 所以它的ABCDE跟 ARC的ABCDE不一樣 這兩個我們當然很少用 但是知道就好 就知道說你可以去哪裡查 以後不要看到NC 就傻傻的說 稍微給NC 看到這個Arch 不知道什麼叫Arch 就是不知道它是幹嘛的 好 那我們最常用的是世界的標準 叫國際標準 International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國際標準局 這是我們國際標準局用的 然後你們最常用的應該是A4跟A3吧 同意嗎 對吧 你們最常用的是A4跟A3這些尺寸 OK 那上面這邊有一些 什麼Photo用的 你們這個時代大概沒有人在洗Photo 你們現在皮包裡會有一張 小時候跟爸媽合照照片的舉手 這個在我們那個年代是很常見的 就是皮包拿出來說 欸這我老婆這樣 欸這我小孩 現在你會嗎 你有嗎 你皮包裡有爸媽的照片嗎 沒有 時代不一樣 好沒關係 那但是在以前那個Photo會洗出來的那個年代 3×5 4×6 5×7 8×10 這是很常見的一個Photo的尺寸 就讓各位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Focus在A3這個大小 我們現在Focus在A3這個大小 奇怪我今天的螢光筆不太work 好來A3這個大小 然後我們Focus在公字的部分 在International Standard呢 它是把這個公字的Millimeter 擺在硬曲的前面 也就是說 它反而強調的是Millimeter 它是從Millimeter來的 那做完Millimeter之後呢 再把它變成了硬曲的轉換 因為老外 美國人他看不懂嘛 美國人看不懂Millimeter 很多 特別是木工 他們的木匠是有時候真的看不懂Millimeter 他們已經用Inch用一輩子了 用Foot用一輩子了 用Foot用一輩子了 所以這不能怪他們 那這個Millimeter呢 要轉換成Millimeter的時候 就變得很尷尬的一些小數點 那反之一然 反之一然 剛剛的前面的ANSI 它是很乾淨的硬曲的標準 然後它要轉換成Millimeter的時候呢 就變得很尷尬 這個理解嗎 就是因為它就是 就是單位轉換的概念 那你背起來好嗎 297x420背起來可以嗎 這就簡單的六個數字而已 297x420背起來了嗎 背起來齁 其實很多人搞不好早就背過了 好 我們回到這裡 那這裡是不是寫420x297 是吧 然後加 前面加上FullBlade的意思是說 這種東西是滿版印刷也就是說 它基本上旁邊不會幫你留白 所以如果你沒有選FullBlade 比如說你選Expand 甚至是直接選連Expand都沒有的時候 這種它的邊緣會被吃掉 也就是說這是印刷業用的 印刷業它會考慮到印刷機的一個能力的問題 所以它不會滿版印刷 那如果它不會滿版FullBlade的印刷的時候呢 你就要去考慮乾脆 所以我在我列印PDF的時候就限縮它的邊緣 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它會變 比如說好我們舉例來講 我們選那個最陽春的 40x297 ISO A3 然後沒有FullBlade的也沒有Expand的 它會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就按確定 它會長這樣子 所以你的東西呢 會超出它可以列印的範圍 聽懂嗎 你的東西會超出它可以列印的範圍 就會有問題 所以你要先想好你的紙張 但是我習慣 本人習慣就是FullBlade 因為那個邊緣應該你自己去掌控 那你就說我不知道這台印表機 那台印表機那個印刷業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反正也不會一樣 反正每一台印表機也不會都一樣 乾脆我自己決定要留多少百 那如果出問題呢 再說 好我現在Undo回去 我現在Undo回去到這個步驟 就是沒有被擠出去之前 好了嗎 Undo回來 Undo回來 我要繼續囉 好 那Undo回來之後呢 我們再進行Page Setup一次 也就是頁面設置管理員一次 我們再重新進來一次 所以到目前為止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你的印表機的選擇 你的紙張大小選擇沒有太大問題 再來喔這裡要小心 出圖的範圍呢 它有四個選擇 配置、視窗、實際範圍、顯示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喔 我坦白跟你講 最早的AutoCase是沒有圖紙空間的 我講的是二十幾年前 沒有圖紙空間 所以你在 不對 將近三十年前 對 將近三十年前 AutoCase沒有圖紙空間的 在那個沒有視窗化的時代 在那個Windows 還沒有Windows95的那個年代 可以嗎 Windows95是1995年 好 不排歷史 那總而言之 在那個時代只有一個Model Space 那你知道他們怎麼出圖嗎 我來開一張圖給你們看一下 今天早上剛好在看 今天早上在看 好來我找他出來 稍微等我一下喔 這是Handida的舞台設計 Handida就是這一檔接下來要發生的學制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常常會在很多的設計師的圖面上看到這樣的畫法 它在模型空間裡面擺滿了這些東西 沒有不好 因為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歷史的工業 就是因為以前 AutoCAD只有Model Space 所以 純粹把所有的東西都擺到Model Space裡面 然後要出圖的時候出這一張 要出第一幕的時候 譬如說 出第一幕的時候我就出這一張 然後要出第二幕的時候呢 我就來出這一張 然後第三幕呢 出這一張 真的有那個年代 30年前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的設計師 包括那個時候學AutoCAD的人 什麼叫那個時候學AutoCAD的人 就是劉達倫 這樣的人 我是1998年學的 我98年學的時候已經不是長這樣 我98年長什麼樣子 我等一下跟各位解釋 所以那個時代 學AutoCAD的人 他真的是這樣子出圖的 就一張一張出喔 我要出到第五幕的時候 我就拉到第五幕 然後用某個方式來出它 比如說我按Ctrl-P 我還是可以印它的 只是要重新去規劃這個印表機 我可以啊 我可以按Ctrl-P啊 然後他就是叫我去規劃這個印表機 就會長那個時代的印表機的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時代 就那個時代是這樣出圖的 所以很多人養成這個習慣 無可厚非 可是我1998年 也就是26年前學AutoCAD的時候 它已經不是長這樣子 它已經是長這樣子的 也就是它已經有一張一張的圖紙在那裡 讓你去出你要出的東西 它準備好一艘一艘的太空船 停在那兒等著你起飛這樣 那你不用它 那太空船就擺買了 這樣懂嗎 好 所以呢我們回到 我們回到應該出圖的方式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在這裡出很多很多的配置 這個是第一幕 那個是第二幕 下一個是第三幕 你都把它擺得好好的 然後你要出圖的時候 可以說 配置一到配置五全部出出來 就一個指令就結束了 然後配置一到配置五的印表機 有的是A3有的是A0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的是A4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都擺得好好的 有的是直的印 有的是橫的 都擺好了 然後你也是要一個指令跟它說 第一幕到第五幕印出來 它就印出來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這樣的方式來畫 我都可以比較好 好 沒關係 那各有所好 我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嚴格怎麼回事 好了 那到這邊都沒問題 那我又再進去這個Page Setup 跟各位繼續講解裡面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最好的選擇應該是配置 也就是最接近這個時代的做法 你可不可以用視窗可以 視窗就是要另外再去拉一次 你可不可以用實際範圍可以 就是你有多少東西都把它擠進來 你可不可以用顯示可以 就是你看到什麼 就把它印出來 總而言之 它有各式各樣的出圖的選擇 但是我覺得 既然已經發明了Layout Paper Space 發明了這種 太空船的概念 我覺得各位就不要懷疑了 就是第一個選擇 配置 好嗎 那再來是出圖偏移量 這個出圖偏移量 我這邊一個是寫5 一個寫6 這個隨便你寫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譬如說你這裡寫15 你看看它會發生什麼事 勇敢的寫 然後這邊寫30 你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你也這次不要亂確定 因為確定每次要跳出來跳進去 我們直接按預覽 它就會長這樣子 就是X偏移15 5Y偏移30的樣子 那為什麼會偏移這麼多呢 因為你要它偏移 那它就不會管右上角那個發生什麼事了 要懂嗎 沒問題 你們都看到預覽了 預覽就長這樣 那可不可以寫00呢 不好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Full bleed Full bleed就是滿寫 就是滿版印刷 滿版印刷就是從左下角的0 逗號0就可以開始印了 所以不要寫0 逗號0 這裡一定要給它一個數字 好 所以呢 我這個可能再改成一個5 一個6 這個數字不重要 好來 然後再來呢 這裡非常非常的關鍵 出圖比例 我在這裡懇切地拜託大家 只用1比1 只用1比1 非常懇切地拜託大家 你先記筆記 你要記下來 那別人要選1比2 1比10 那他家的事我管不著 因為AutoKey給你這個選擇 你當然可以這樣選 可是這裡為什麼要選1比1 要不要知道原因 好很簡單 來 我問你 你一張圖裡面會不會有好幾個比例 會不會 會還是不會 好 你覺得不會對不對 我現在開一個 我今天早上在畫圖 就是我上課前10分鐘 剛剛在畫的圖 我現在打開它 我畫了一個齒輪加工圖 當然可能 這裡面這個房間裡面 對齒輪有興趣的同學 不超過5個 好 不重要 那我畫了一個齒輪加工圖 這個齒輪是已經買來的齒輪 我要請廠商幫我打洞 這個洞很重要 因為它是我裡面一個飛人飛洋機關裡面的一個重要的換面機構 那個洞飛到空中的時候 它會換面 還可以換面 這聽前所未聞 它是飛行的 二維飛行 來這邊上過我 技術設計 那個滑輪繩索專題的舉手 怎麼可能 滑輪繩索專題 你們沒上過嗎 有啊 那我們二維飛行的時候 它飛在空中 利用那個洞滑輪 它是不是都是永遠同一個面 對不對 那這個題目呢 就是我利用了一個 設計了一個新的東西 它飛上去 那個洋呢 可以這樣轉面 可以這樣轉面 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面向面對觀眾 Anyway 我在做這個齒輪加工的時候呢 我要跟廠商說 這裡要這樣子 那這裡要這樣子 那這兩個其實就是一個放大圖的概念 看得出來嗎 它是一個放大圖的概念 因為我要跟它說 OK 這個地方呢 我要做一個 有深度的加工 我要讓那個螺絲頭埋在齒條裡面 舉例來說 那我就可能有不同的比例啊 因為這個圖的比例 顯然就不等於這個圖的比例對吧 對吧 那如果像你們出登圖 是不是都要有比例 你們出登圖 通常1比50 1比100 對吧 你們畫登圖的時候 可以不要有比例嗎 不要騙我 來 登方圖居首 你們畫登圖的時候 可以也不要有比例嗎 就是你愛怎麼畫怎麼畫 啊 如果你這樣畫會發生什麼事 就糾糕了嘛 對不對 不可以嘛 那你要有比例的情況之下 假設我這個圖 有某個比例 這個圖有某個比例 然後呢 你的page setup 又有某個比例的時候 請問你會發生什麼事 你就完全亂掉了 你就完全亂掉了 所以對我來講 最簡單的是 這裡永遠是1比1 什麼意思 我這裡就是 我如果畫1mm 就幫我印1mm 我畫420mm 就幫我畫420mm 我畫297mm 就幫我畫297mm 不要再幫我變大變小 這樣聽得懂嗎 那哪裡變大變小 當然是每個配置自己 對不起 每個viewport自己去調比例啊 因為你一張圖裡面 可能有這樣的比例 有那樣的比例 的時候 那你要再用數學1比2去算 哇 那1比2 乘以1比50是多少 1比100 你當然可以這樣算 可是你要每一個都這樣算嗎 不要 你這裡就永遠1比1 我從1998年畫圖 就到現在就是這樣 然後我幾乎沒有遇到 我跟你講我沒有遇到任何困難 因為它的換算是簡單的 我每個viewport自己的比例 把它定義好就對了 那你幹嘛在這裡定義 你如果看到有一些圖出來比例很奇怪 第一個先來檢查這裡 聽得懂嗎 如果有一個建築師 或是個燈光設計師 或是個舞台設計師 寄了一個圖給你 然後你看比例怪怪的 你先進來檢查這裡 你就會知道它這裡一定有改 你在paper space檢查不出來的時候 你只能到頁面設計 這個page setup 你去檢查這些事情就對了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也就是說 一公里等於一個單位 好 注意喔 我們在公里這裡點一下 你會發現 它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英寸 一個是公零 這個也很重要 那我們是公制的國家 我們是用420mm x 297mm 來做A3的時候 我們這裡就選公里 然後選1比1 你就永遠不會犯錯 你不會有比例上的錯誤 好 所以這個畫面 請你永遠記得 1比1公里 結束 然後你問我說 老師 請問一下 我們當初打UN這個指令的時候 來複習一下 UN這個指令的時候 你們記不記得 這邊有個unit 然後有精確度的設定的時候 你們記不記得這個畫面 記得嗎 打UN 當然你要跳出來才能打UN 你們記得這個畫面嗎 我還講到光年兩個字 應該有印象吧 我還講到什麼奈米還是什麼鬼的 好 為你 為你 注意喔 那個是在宇宙才會發生的事情 宇宙才有光年嘛 宇宙才有這個什麼 奈米啊 這種什麼天 光年 公字英順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所以宇宙裡面隨便 你從台灣來 只是可可可可惜 台灣的台字還沒上去 大家努力一下 看歐頭可以下一版能不能把 台詞寫進去 台詞寫下去 不要啦 這世界就亂了 那印度還有印度 大陸有大陸的 所以不要 那 為什麼 為什麼配置裡面只有這兩個呢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有沒有產生疑惑 Why 很簡單啊 因為這世界上所有的印表機 我講的是所有的印表機 它只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millimeter 一個是inch 講完了 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理由 你去買一台印表機 它的單位是公尺 或者是光年 或者是I 原子的單位I 來做印表機的 規格說明的你找給我 好不好 一樣賣當勞一份 好不好 你找到那個印表機的規格表來找我 除了millimeter 除了inch 沒有別的 連公分都沒有 你找不到一個印表機 用公分來跟你specify它的規格 沒有 就這麼簡單 所以它幹嘛給你其他的 它不給你其他的 所以換句話說 各位 養成一個習慣 你看你願不願意 你以後畫五台設定圖 你就用millimeter思考 我發現達倫已經是 達倫現在的圖 好像都是millimeter 對不對 你們是有達倫教的嗎 不是嗎 蛤 不是不是 我不是說助理 我說你們五台設定圖 有要求你們用公分或millimeter的話 沒有 隨便你 目前是隨便你對不對 好 那我發現它在設計和力德 它助理所有的圖 都是用millimeter 我沒有要求 其實我以前很希望這樣 因為五台設定有人喜歡用公分 有人喜歡用公里 這在台灣一定是 不是公分就是公里 可是公分跟公里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要經過一個十倍的轉換 各位懂我意思嗎 十公分的一百公里 這大家都聽得懂 可是你就很容易犯一個錯誤 就是你拿到圖之後 你搞不清楚它是公分公里 然後你就犯錯了 同意嗎 好 總而言之 但是我強烈建議各位 如果從現在開始 你來得及改 你就不要再用公分畫圖 你就用公里畫圖 因為這樣你進歐頭可以不用再轉換 好萬一 你用公分畫圖怎麼辦 那你要經過一個轉換 你要經過一個轉換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轉換就是 你可以在這裡弄一個1比10之類的 聽得懂嗎 我們要不要試試看 好我們這裡畫1比10 我們這裡畫1比10 它出來會長這樣子 因為它被縮小成1比10 我想一下 這應該是10比1還是1比10 應該要用10比1 重來 來我再換一下 對不起 我再強調一下 我覺得不要這樣改 我覺得不要這樣改 我換另外一個方式改 我覺得這個方式改得不好 因為算這個會算到 這個你要自己改成10比1 改成10比1是長這樣子 好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改成10比1的樣子 這是改成10比1的樣子 所以這時候40是40公分 對或錯 對或錯 不要 我不習慣這個系統 不是1比就是10比1 你們有興趣自己慢慢改改看 但是我建議另外一個改法 還有一個改法 就是萬一你畫公分怎麼辦 我還是回到1比1 來我們回到1比1 我們回到1比1 然後怎麼辦呢 你就要開始想 原來你畫的這裡是公分 剛剛說50乘40乘30 記得吧 還記得嗎 50乘40乘30 然後你心裡想的是公分 注意喔 你現在心裡想的是公分喔 所以50公分的東西 如果放在一張42公分的圖紙上 它是不是塞不下 聽懂啊 所以它就要縮小 而且 它要縮多小呢 好 我們馬上會有答案 所以請你跟我一起點選 左上角這個試圖 然後按Ctrl1 123的1 點了嗎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直接在這裡呢 會看到它的側點 這兩個會一致的 這邊有一個叫做 選 標準比例 這邊有個叫標準比例的東西呢 譬如說我這裡選1比1 它就會 它就會長這樣子 這是用millimeter思考的時候 我再講一次 這是1比1的時候 1比1的時候 millimeter思考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這裡選1比2 這是1比2的樣子 好 這是1比1的樣子 OK 這是1比10的樣子 你可以點點看就懂了 那當然你可以再重新拉這個東西 你可以再重新拉這個東西 如果你選1比2 1比10的時候 你可能 得要重新去拉這個東西 那這樣很麻煩 所以我回來這裡 我比較習慣的用法 不是點這個側點來選它的比例 我比較習慣是直接從Ctrl1 性值裡面來改它的比例 好 這是1比2的樣子 然後四步不會再縮小了 這是1比5的樣子 各位看得懂嗎 從這裡選是比較好 如果你剛剛不小心 用了這個側點 改了這個東西之後 請你呢 再Undo回去 我們不要用這個改 我們直接在這裡改 請你改回1比1 好 那改回1比1之後呢 運氣很好 剛好塞進去 好 那如果你想要讓這個圖呢 偏移 怎麼辦呢 Double Click 然後進去用P這個指令把它偏移一下 這樣可以偏移 你不要這樣滾輪喔 你這樣滾輪的話又放大縮小 你不可以用滾輪 你不可以滾輪 你只能用偏移這個指令把它做偏移 好 那外面Double Click 回到這裡 所以現在請你呢 每一張圖 都幫我改成 1比1的比例 好 也就是到標準比例這裡 或是自訂比例這裡 一樣啦 自訂比例 自訂比例更快 自訂比例跟標準比例 其實也是同一件事 什麼意思呢 你在自訂比例 標準比例 我們在自訂比例這裡打1 比1 他也看得懂 1比1看不懂嗎 對不起 打1 除以1 打1除以1之後他看懂了 打1除以1看得懂 然後1除以1是不是等於1 所以你打1他也看得懂 到這邊可以嗎 那這樣的話我就三張圖的比例 四張圖的比例都改成一樣了 OK 所以我還是習慣在 在性質裡面去修改他的比例 到這邊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請教各位一個同 各位同學一個問題 那我怎麼去對齊 因為我現在是任意擺出來的 他沒有對齊吧 沒有對齊的話在圖學是不是不可以 那怎麼辦 你們剛好對齊不可能 對齊啊 他現在都是1比1沒有錯 但是他圖沒有對在一起 沒有對齊啊 align 三式圖沒有 三式圖沒有align 沒有對應X軸Y軸 沒有對應好怎麼辦 好 我們呢在這裡做個XL 你們先改好比例 比例改好沒 比例改好齁 比例改好之後呢 請你跟我一起這樣做 Double click左下角這個好了 先不要XL Double click左下角這個 然後把它PAN到你想要放置的位置 好放置好了 PS或是外面Double click 然後請你打XL 打一條水平線 打XL打一條垂直線 這個做圖應該我不用再重複 因為這個都已經很基本了 然後怎麼辦 然後用這個線去對齊 這是我想到最圖的方法 我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AutoCAD指令 讓它可以自動對齊 如果各位同學有發現 任何AutoCAD神奇指令 會讓三個仕途對在一起的 通知我一聲 加分 這個麥當勞沒有用 這個要加分 好 然後完了以後怎麼辦 就開始手動對齊 現在這個圓 就應該要對到這一條線嘛 對不對 怎麼辦 就移動整個四步 不是在裡面移動 因為你這樣看不會 它的 四步裡面的模型 是沒有辦法跟圖子對齊的 所以你只能把它當整個四步來移動 所以我首先 選擇 左上角這個四步 然後打M 移動 Enter 然後選擇這個四分點 可以嗎 選擇這個四分點 找到了嗎 找到之後 打PER 強迫鎖點 這個也是很久以前教過的 就把它移過去了 那當然這個四步沒有對齊 但是四步的線沒有對齊 沒有關係 這個外框呢 一點都不重要 我等一下會跟你說 這個外框為什麼一點都不重要 到這邊可以嗎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喔 右下角也是要對齊左下角 所以呢選擇右下角的四步 M Enter 然後把這個鎖點 選擇好 第一個點 起點在這裡 然後終點呢 打PER 強迫鎖點 你如果不知道什麼叫強迫鎖點 那你就把這個垂直點 打開來 護垂點打開來 可以嗎 我不喜歡它 我不喜歡護垂點 是有時候會 會讓我鎖到不該鎖的點 看你自己決定 然後我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我要M它的時候呢 就是自動會找到它的護垂點 好 移動完之後呢 現在這四個四步的外框線沒有對在一起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為什麼 來喔 我不care 為什麼來 我們現在選擇這四個四步 這四個四步就好 然後選擇呢 把它丟到哪個圖層呢 拆開看 不是顏色 把它丟到哪一個圖層拆開看 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圖層會讓它印不出來 Depoint 所以我選擇這四個四步 然後在性質裡面呢 把它丟到Depoint 它現在看起來非常的淡黃 它就是這個黃色 黃色的光在白色的底上呢 它是非常不明顯 黃色的光只有在黑底才會明顯 你這時候按Ctrl P Ctrl P Ctrl P就是列印的意思 Ctrl P然後直接按預覽 所以我說外框重不重要 Doesn't matter 那就慢慢手動調框 你如果還是想要框框 你這麼在乎框框的人 那你就是手動調 這時候不會影響到裡面 這樣調是不會影響到裡面的 懂嗎 它裡面還是會對齊的 這樣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現在框對在一起 但是我一直覺得框框很醜 我不愛那個框 因為你們已經有圖塊說明框了 所以你再加一個框 有一點話舌添足 你最外面不是已經有個大框了嗎 一般的施工圖不會特別去弄那個框 什麼時候會弄這個框來 剛剛這個會 剛剛這個施工圖呢 我特別 來我們欣賞一下 剛剛我早上出門前十分鐘畫的施工圖 我哪裡有個框框 什麼地方有個框框 我左下角有個框框 而且有沒有發現它是個圓框 為什麼 因為我要去放大說明這個細節 所以我用了一個圓形 那圓形呢 我就要讓它出現一個框 為什麼 因為我要知道它是從哪裡萃取出來的 所以我留了一個圓框在那 其他地方都不要有框 這種地方為什麼要有框 這個地方在一個框很醜啊 你再畫一個齒牌 那就齒牌就齒牌了 然後我甚至利用這一條線 當作我的破 那個叫什麼 有一個建築學上的名詞 就是 就是 我沒有辦法顯示完整的長度 所以我就在這裡破折 那個叫什麼線 就某種 不要讓它完整顯示的 那我利用這個方式來顯示我的圖面的時候 我圖很乾淨 我沒有任何一條多餘的線 對吧 這個時候我會有框框 我只有這個時候 我想要有框框 其他時候我不會想要有框框 OK 好 來 到這邊可以 我們今天的課程比較輕鬆 我們休息要十點鐘 回來繼續 太輕鬆了 我覺得今天的進度是OK的 不用太趕 我們休息要十 麻煩上廁所要去 十點鐘我們回來 好啦 錄影不是 不是給大家偷懶用的 錄影是為了方便你們下課複習用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搞錯方向 好 第二個呢 我們剛剛已經學會怎麼做配置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做一些基本的標註 來 請各位點一下註解的標籤 OK 然後註解的標籤裡面呢 呃 呃 右下角 右下角 這邊有一個icon 已經載入或者是預先設定好的一些dimension style 然後其中預設的呢 就是以這個右上角的icon來做設為目前的default的這個dimension style呢 這是經過這樣設定來的 所以你就可以預設 你如果沒有特別說明它就是從這個開始啟動 然後我們點一下修改modify 都進來了嗎 進來了以後呢 這裡面有所有的這個檔案 你自己想用的dimension style 譬如說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點第二個符號跟箭頭 有人喜歡箭頭 但是有人喜歡用那種 呃 叫什麼 傾斜 就是畫一條斜線代表它的dimension style 每個人習慣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自己改 有一些設計師喜歡用小圓點 有 這樣 其實像那個誰 Sketchup裡面好像預設的是小圓點之類的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dimension style 然後呢 這個箭頭的大小呢 就是會牽涉到你那個符號那個symbol 不管是箭頭或圓點的那個大小 那這個中心標記呢 是特別在畫一個圓的圓心的時候 會有用到中心標記 然後呢 等等 這些都有一些數字可以選擇 然後再來就是文字 那文字呢 你當然可以有不同的textile 這個textile呢 有人記得textile的指定是什麼嗎 好像是s或t對不對 好像是s或t 不是 那就t 不對 不是t 那是什麼 textile的指定是什麼 textile嗎 要打那麼長喔 還是叫style 叫style 對不起 就叫style style的話是文字形式 這個是你在設定 一般你在這個圖裡面會用到的文字 所用的 那我現在預設是微軟正黑體 因為我的助理呢 他們喜歡微軟正黑體也沒辦法 我就只能用微軟正黑體 有人喜歡 像我以前很喜歡標凱體 但有人非常討厭標凱體 就是每個人的style不一樣 沒有問題 你就選擇你自己喜歡的 好 然後呢 這個就是你預設的style style 你的文字形式 那dimension style是另外一種style dimension style呢 它就更進階更複雜了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這些 你在做標註裡面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那特別注意到像我們通常在做dimension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這個線呢 跟我們這個main body 就是這個物件本身要有的距離 這個距離是誰決定的呢 這個距離應該是從 應該有一個地方 切斷的大小 應該是這個標註切斷 是這個嗎 標註切斷 應該是標註切斷 因為我很久沒用了 標註切斷我如果改成5呢 試試看就知道了 是這個嗎 箭頭大小 標註切斷 中心標記 文字 這是文字用的 稍等喔 應該是這個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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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講這個預覽要看得見喔 你們在預覽看得見你們做的修改嗎 看得見嗎 你們就改一些有的沒的數字 應該是要看得見 應該是要看得見 好 那我原來是3.75 不知道為什麼是3.75 這也是我助理改的 總而言之呢 這個切斷大小呢 應該是跟我們 不是那個標註本身的那條線的切斷 就是它跟物件之間的距離 我現在是要想要找的是那個物件之間的距離 我等一下找找看好了 應該是 應該是在文字這裡嗎 文字不對 文字只有高度 哦這個文字位置 文字位置 字標註線偏移 這個改成6看看 哦那這個是文字的 位置的偏移 那這個不行 那這個是3 文字偏移是 是它文字跟旁邊的距離 好 我覺得剛剛那個應該就對了 所以在符號箭頭裡面 這個切斷大小 這個應該是對的 好啦我先改回 改回5好了 等下就知道了 OK 好 然後呢裡面也有文字的 也有這個所謂的 你輸入的這個文字 應該說你標註出來的 數字的精確度 譬如說如果你畫millimeter 那你這裡希望 再精確到小數點以下兩位 你就要顯示兩位的小數點 諸如此類 那如果你覺得你是舞台設計 你根本到me meter已經了不起了 那你就只要標註到0就好了 也就是不會有小數點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們就統一一件事好了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不要 我們好了 我們就統一還是維持原來的 一個 一位小數點 那至於它前面 前面跟後面的0要不要顯示 譬如說小數點 因為如果是3.0 3.0 那個點0要不要出現了 你在這裡可以來做一個抑制 Suppression的一個表現 Suppression的意思就是變成說 我在講Mac版 Mac版你叫Suppression 就是把它那個0拿掉 3.0就顯示3就好了 不要顯示點0 看你自己決定 諸如此類的你都全部可以來做 所謂的顯示 在這裡啦 在線這裡 抱歉 我剛剛在找的東西 應該都在線這裡 線這裡的話 基柱線 間距6 然後延伸 Y2 偏移2 這個是指它左右兩側那兩條線 這樣對 這樣講就對了 然後 所以延伸 如果你希望它遠一點 譬如說你希望它遠一點 這邊改4 它會遠一點 它會遠一點 自遠點偏移 這個呢 改4 這是這個部分遠一點 這個可以改3 我覺得這個可以改3 自遠點偏移可以改3 總而言之呢 我希望你回去以後 你自己晚上看那個效果 我這兩個都改3 然後這個是基準線間距 這個基準線間距呢 等一下跟那個連續線會有關 跟那個連續標註會有關 這個等一下再說 這個等一下再說 好按確定 然後按關閉出來 然後按關閉出來 所以你剛剛修改的是 My Dimension Style 那如果你想要去 形式取代 形式取代 這什麼叫形式取代 改完之後呢 你在這裡應該就是已經改完了 我確認一下 你應該就改完了 沒改到 所以它會出現在形式取代裡面 這有點奇妙 所以它會出現在這個形式取代裡面 然後我就按設為目前的 設為目前的就是 My Dimension Style 另外我被形式取代取代 然後我就按關閉 那如果你下次你希望去修改一個 這個修改一個標註形式的時候呢 你可以點選你要的這個標註形式 然後按新鍵 新鍵的話你就會去改一個 改出一個新的標註形式 但是不會改掉原來的 這樣可能是比較保險的 總而言之這個部分是你可以去做選擇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準備來做標註囉 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 記筆記好 我們永遠不要在模型空間做標註 這是一個壞習慣 很多人喜歡在模型空間做標註 我強調一件事 AutoCAD的模型空間它是用來做三度空間的展示的 所以當它要顯示XY 又要顯示Z方向的 物件的時候 它做文字的顯示 會Slow Down你的 Model Space的Performance 我再講一次 它會Slow Down你Model Space的Performance 因為文字 在模型空間裡面是非常的clumsy 非常笨拙 它不擅長在模型空間裡面展現文字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強烈的建議你所有的文字 包括你的說明 施工圖說明 你的登據的Hookup List 你的將來舞台設計組 或者是TD組的你的裁切清單 請你盡量一律顯示在圖紙空間 不要顯示在模型空間 這是對你的 檔案很複雜的時候 會大大提升你的Performance 不然你的模型空間裡面 在顯示那些文字的時候 非常的clumsy 希望你們聽得懂英文 OK 來 我現在要開始來做標註囉 所以呢 我剛剛這個設定標註形式 你可以去興建 你可以去複製 你可以去複製 你可以做出任何的標註形式 然後呢 在這裡去做預選 在這裡去做預選 假設我要的就是My Dimension Style 這就是我要的標註形式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 點下去就變成這是你預設的 那如果你想要換別的 標註形式那你就要去選別的標註形式 這樣清楚嗎 OK 所以你一張圖裡面 你可以有好幾種標註形式同時存在 但是我的建議是 一張圖裡面最好一個標註形式 不然那個圖看起來反而亂 好 那第一個呢 左下角這個icon 有線性、對齊式、角度、弧長、半徑、直徑等等 最常用的就是這一組icon 這是最常用的 那再來呢 右下角有一個icon 等一下齁 右下角有一個icon 這個icon叫連續式或基線式 這個也是常用的 然後那個快速呢 我從來沒用過 我一輩子沒用過快速的標註形式 雖然它出來也十幾年二十年 但是我很少用 我覺得標註就是自己要標什麼自己決定 因為我不覺得AutoCAD已經進不到AI了 我不覺得它那麼AI 所以 你如果相信它你可以讓它幫你自己標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它的意義就是說 我看快速我停在這裡 我看它要給我什麼花樣 它也沒打算說什麼 好 Anyway 來我們就先點線性 那線性的話呢 你的這個一定要打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叫什麼來的 你的鎖點一定要打開 因為你鎖點沒有鎖到的話是不行的 好 然後我強調一件事 不要在模型空間裡面 我現在在模型空間裡面做一個標註給你看 我現在在模型空間裡面做一個標註給你看 它看起來一模一樣 但是不要在模型空間標 好不好 那我再給你看一下我現在模型空間長什麼樣子 會很亂 比如說老師我就喜歡這個style 好啊 好啊 那你就用這個style OK 很亂 很亂 這不是一個 這不是一個正確使用圖紙的方法 因為圖紙就是2D的嘛 圖紙沒有3D 你要出圖嘛 不是嗎 你出圖就是出2D 老師我要出3D 你出給我看 你再怎麼出就是2D的 我講的意思是 你印出來的圖它是一個2D的平面 你不用去假裝它很3D 有啦 這個看起來很3D 抱歉它還是一個2D的東西 印出來就是2D啦 懂嗎 所以你沒有必要去增加你的亂度 然後用這些文字在模型空間裡面 slow down你的performance 所以強烈的建議呢 不要這樣做 不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還是進到paperspace做這件事情 來我們很快的做完這兩個 標注 那通常呢 我喜歡這個標注呢 拉開一點 拉開一點 也就是說 我最怕一種標注 我現在做另外一種標注給各位同學看喔 這是一個no no no的標注 這個標注很糟 為什麼 不要這樣標注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 就是你要標注應該是50那樣的 不要標注40那樣的標注 為什麼 因為你所有的線都黏在一起啊 你分不清是物件 還是標注 你會分不清 那你分不清 那你就是讓你自己的圖做得很messy而已 可以嗎 可以不要這樣畫很好 但是我可以保證 我下次拿到你的圖的時候就長這樣 就是你想要標哪就標哪 我也不懂為什麼 好來我們來 然後再來一個事情小心 我們現在是1比1對不對 如果你在標注的時候出現這個節點的符號 不要不要用 不要用 不要用 我再講一次 不要用這個來做標注 好 你們可能不懂我在說什麼 好 我現在做一個比較小的比例給你看 我現在是用指令在縮小它 好 意思一樣 我現在已經不教指令怎麼讓你縮小模型空間裡面的比例 因為很多同學懶得學指令 我現在呢 標了第一組標注在這裡 還是對的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上面的圖是1比1 下面的圖是1比2 還是對的 可是呢 如果萬一 萬一我的第二個標注 標在節點上會出問題 還沒出問題 我設法讓它出問題 等我一下 我正在努力讓它出問題 我說要重現一個問題沒那麼容易 不知道為什麼 好 我現在呢 兩個都用節點 兩個都用節點 欸 出現了 來 各位同學 他suppose應該是 50乘30乘40 對不對 各位看喔 這個是40對不對 結果這裡出現什麼 出現一個錯誤的數字 為什麼 如果我在這裡做標注的時候 抓的是端點 端點就是很乾淨的 在模型空間的點是30 可是如果我抓的是節點 節點就是它原來畫標注的時候 只有遺留下來的一個小點點 我抓出來是15 哪一個對了 30還是15 是對的 30是對的 所以我強調一下 你們在做標注的時候 雖然你的節點沒有打開 我看 喔我又打開 我有打開 我不小心打開了 節點不要用 好嗎 盡量用端點 中點 中心點這些 這個很容易出錯 因為你這樣一標注出來之後 比例差了一倍 為什麼 因為我這一個比例 我這一個四部的比例 是1比2 而我這一個真正的比例 不管是1比1比2 1比5 1比10 都應該要是對的尺寸 好到這邊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那我要繼續 OK 然後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非一般線性的 我們來做一個對齊式的標注 對齊式的標注 也是一樣 在那一組ICON 最常用的ICON裡面 點一下對齊式 然後點端點 點端點 然後呢 你其實可以點在原位 點在原位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有時候反而亂 對不對 你也可以這樣子 把它說到完全看不到 所謂的 你覺得這樣 自己判斷嗎 你覺得這樣好看 還是這樣好看 我自己喜歡這樣子 因為我 我就是很清楚的告訴你 它是一個對角線 這是一種標注方式 我不要看到那些 插出來的 對齊線 好 那我們再來做一組標注 譬如說 我們想要標這個圓的直徑 那一樣呢 我們點選這個ICON 的小三角形 然後這邊有一個直徑 然後點下去 點的時候呢 你可能一開始 它會用這樣的方式來顯示 我們顯示在某一個位置 來顯示 然後點 點完之後呢 不小心被正交給蓋掉了 所以它現在很正交 沒有關係 你可以點選它 然後拉動它的側點 然後怎麼樣呢 把正交拿掉 把正交拿掉 正交拿掉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拉到一個比較舒服的位置 這是你可以做的 圓的直徑的標注 有問題 OK 好 那我通常呢 就是可能會在 你其實不用做太多的標注 像其實這張圖裡面呢 對我來講 唯一需要標注的只有這個 我只要做這個標注就好 其他東西我不用標注了 您覺得呢 因為三十四十五十已經講了 那這個圓的 頂多這個圓的高度再標一下 結束了 我這張圖只要這樣做標注就夠了 您不覺得嗎 我這張圖裡面只要做這樣的標注就夠了 因為沒有更多的information 你在 你右邊那個圖標的滿滿的 只是亂 因為 這個觀念是 你已經用了三四圖在解釋你的圖了 然後你又用了過多的標注的時候 只是會讓你information非常非常的 亂 然後每個點他都要去check 他就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如果你標的越少 他就知道說 OK 我看懂了 我看懂你在畫什麼 到這邊沒問題 沒有齁 好 那我們來做一點有趣的事情 我們到模型空間 那請你跟我一起這樣做 我們點選這個物件 可以嗎 然後如果這個物件 它原來的側點還在我們可以改變它的大小的時候 譬如說 我現在呢 在證交模式下 把這個東西往這裡拉動 往這裡拉動 看好 往這裡拉動 10 然後我們到標注空間來看一下 它有沒有跟著變 有的 頂多呢 是你這個四部的可能要調整一下 它完全就跟著變 所以換句話說 做這種比較小規模的變更 它的標注會跟著跑 這是autocay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它會跟著跑 它跟著變動了 我剛剛不是改了模型空間的東西嗎 它跟著動了 到這邊有問題 記下來齁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有的時候我們想改東西 但是又不希望這樣子 你看我這樣跳一下 這樣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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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時候你在不同的配置 甚至模型空間跳動的時候 會很花時間 那你現在會覺得很快的原因 是因為我這個檔案非常的簡單 裡面沒有什麼偉大的東西 所以它變換起來 似乎是在一秒鐘左右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你的檔案很複雜的時候 它從圖子 跳到模型空間有多難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曾經從模型跳到圖子 要等五秒鐘等十秒鐘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圖已經很大 然後我的圖子裡面塞了滿滿的四部 然後我的模型裡面塞了滿滿的物件 都是3D的 都是非常複雜的東西 你會花五秒十秒在等待 我說真的 所以AutoCAD後來提供你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讓你在圖子可以假裝是模型 想不想知道 在圖子假裝是模型怎麼辦 來 請你點選一下那個四部 然後按滑鼠右鍵 然後選擇最大化四部 Maximize Viewport之類的 然後你一進去之後呢 你好像在 Universe 但是 你看喔 你好像在Universe 比如說我在Universe 可以這樣對不對 我可以這樣對不對 然後我可以那樣那樣對不對 我做完我的修改了 假設我在往外 二十好了 二十太大 往外十好了 我做完我要的修改了 然後我在那邊那樣那樣那樣 然後轉來轉去轉得很開心對不對 然後呢 這時候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一個Minimize Viewport 最小化四部對不對 然後就回來了 然後就回來了 你好像沒有離開過你的太空船 但是你已經進去宇宙裡面搞了一些事情回來 我說老師那乾脆 那為什麼不Double Click進去呢 可以啊 你可不可以這樣做 你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啊 可是你這樣做的缺點是什麼 你不小心就動到鼓勵了 因為你知道你的 食指跟滾輪是連在一起的嗎 你的滑鼠 你在用滑鼠的時候 你的食指跟滾輪 不小心就會滾到 所以我強烈建議不要這樣做 這是一個非常不安全的做法 不要進到模型空間裡面這樣 所以你最安全的是 選它 然後滑鼠右鍵 最大化四部 那這個東西還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如果你不喜歡點選它 滑鼠右鍵 最大化四部 最快的方法是Double Click它的邊緣 注意喔 不是Double Click這個框裡面 再講一次 是Double Click這個邊緣 一樣是做剛剛的事情 最大化四部 這兩個方法都可以 但是你要點準 OK 到這邊可以嗎 好再來喔 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就最大化四部它吧 來最大化四部 然後呢 我想要做一點更有趣的修改 我要做一些更有趣的修改 來 我現在想把這個東西的 本來是一個方方正正的東西 我想把它改的比較有一點 意思 來我們按著Ctrl鍵 按著Ctrl鍵點選這個邊緣 好了嗎 好了沒 好了以後請你跟我一起呢 往上正交 正交模式下 正交模式上往上拉 15 然後Enter 好它現在變形了對不對 這個技巧我大概也說過三次了 這今天是第三次講這個技巧 如果還不熟的 你就趕快回去問一下同學怎麼回事 然後按滑鼠右鍵回到最小化四部 好 我現在圖改成這樣 要不要加一點標註 要不要 加一點標註 需要嗎 第一個 我剛剛那個圓呢 經過變形之後呢 那個圓喔 其實變大了 但是半徑沒有跟著跑怎麼辦 對我剛剛說了 其實有時候它會跟著你跑 有時候不會 像圓的邊緣它沒有跟著跑 怎麼辦 不要懷疑啊 重做啊 就重做啊 就是什麼 重做一個有什麼困難的 你就delete它重做一個直徑 這個我剛剛 剛剛發現的 就是它沒有跟著跑 那你要檢查 你不要以為它編住了 你不要以為你編集了它 它一定會跟著標註會跟著你跑 然後你就要一個一個檢查說 這個剛剛有跟著跑 這個少了一個什麼 這個少一個什麼標註 要加一個什麼標註 要加一個這個標註 OK 這沒問題 好 那其他標註應該目前是不用 好 Ctrl S 一下 我接下來要請教一個問題 現在這個 特殊的形狀 我如果想知道它的平面長什麼樣子 你還要出一張圖 你知道嗎 我現在有三式圖嘛 就是 上式圖 然後前式圖 然後 這個 右側式圖 我現在有三式圖 可是 那個平面一個50x50的那個平面 如果我想要去 看它該怎麼辦 你先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今天的東西方方正正的 你在看它的時候是 這樣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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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你今天的東西是長斜的 你們在圖學課有沒有教過 如果這個鞋的東西我想要把它做正頭椅 垂直於這個鞋面做正頭椅有教過嗎 你們圖學課不用畫到這種鞋面 有畫到鞋面 那有沒有要求你們把這個鞋面的正頭一直畫出來 都沒有 好 那我們在AutoCAD畫一次好不好 雖然你們圖學沒教但是 圖學沒教不代表不用學嘛 對不對 好來我們學一下 知道我在講什麼 知道在講哪一個鞋面 我現在這個是一個鞋面 好那為了讓這個 鞋面更清楚來跟我一起這樣 好我們再進去最大化四步一次 然後我記得我在以前講過一個動態UCS 有人有印象嗎 我要在這個鞋面上畫個圓有印象嗎 無保怎麼做F幾 F6來F6按下去動態UCS 可以嗎 然後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在這上面先做個簡單的兩條 交叉線 這兩條交叉線是為了方便我待會做一個圓 各位都知道我要幹嘛 我必須在這裡做個圓的原因是因為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說 到底那個鞋面有什麼重要 畫好這兩條交叉線了嗎 中點 中線 中點的交叉 中點的 中點的連線 所以我叫他中線 好了嗎 各位 好了嗎 好了 然後請你打CEnter 然後這時候呢 你的滑鼠如果 我把垂直點拿掉好了 這樣覺得垂直點有點干擾 我不是很愛垂直點 我的滑鼠移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它的這個鞋面的四個邊緣是不是都會被highlight 有嗎 CEnter之後 CEnter之後有highlight嗎 有沒有highlight 有嗎 都沒有人要理我耶 那我要講還是不要講 有沒有highlight highlight就是它四個邊緣有沒有亮起來 有然後點下去 我們畫一個15的圓好了 半徑15直徑 等於30的意思 好來 畫好了嗎 畫好了沒有 這樣你們下禮拜怎麼期中考 請加油 好了嗎 好以後幫我把這個叉叉拿掉 然後直接擠出好了 來直接擠出 這個圓桶呢 擠大一點 也太大了 擠往下擠 擠完之後把它減掉A減B會吧 A減B會不會 可以嗎 好所以我現在呢 就做了一個中空的東西 為了方便起見呢 給各位看一下 它現在漲這樣子 它銷到後面那個沒關係 I don't care 你們現在走到這一步的舉手 哇好少喔 還是我不要講那麼難 這個也沒有很難 這不就是 擠出插擊 就結束了嗎 好我再按度一次 我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不好意思喔 已經完成了同學 你們稍微等一下 你們都做到這一步了嗎 到底做到沒有 給我一點反應啊 我快要哭了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嘛 你點個頭都好嘛 你們都這邊每個人死在那裡 你講啊你講啊 我怎麼上課我不知道我要不要上 到底有沒有 這一步走到了沒有 然後擠出EXT會吧 會齁 往下多擠一點 那插擊會不會 插擊叫做SU 可以嗎 SU之後要選A再選B 所以選A Enter 然後再選B Enter 那這樣不就插擊完了嗎 然後用其他的視覺形式 檢查一下你的 東東 有沒有 處理好 有沒有變成一個中空的東西 有嗎 有了齁 那我要往下囉 你看啊 我這時候就算我視覺 我在我的圖裡面試圖這樣亂跑 跑東跑西 然後我用了視覺形式 我用了任何任何的視覺形式 其實都不會影響到圖子空間 為什麼 這時候你按最小畫四步 回來 哎呦有影響 視覺形式會影響 Sorry 抱歉 我剛剛說話說太快了 視覺形式會影響 視覺形式會影響 角度不會影響 視覺形式會影響 好 請問你 你這時候看到的東西啊 從上市圖來看 它還是個圓嗎 從上市圖來看 它已經是個橢圓了 你知道嗎 它必須是個橢圓 好 那你從 你從 右下角的視圖更明顯 你從右下角的視圖看得出來 這個斜面的圓 在某些視角上 它看到的都是橢圓 它不再是個圓 可以理解吧 好 所以 我想要去呈現那個圓 在某個平面上的樣子 所以我唯一的方式就是做出它的正頭影 那要怎麼做 我要怎麼做出它的正頭影 還是你們覺得這問題不重要 不重要我就跳過去了 想學嗎 真的嗎 感覺不到渴望 來 好 我現在需要對這個圓做一個正頭影 對這個斜面做個正頭影 所以我的第一步呢 是這樣的 我們先來設計一個UCS 來我們再進去一次圖 這個最大化四步 好 最大化四步進來 你那個圓沒畫沒關係 反正你 你只要能夠跟上後面的部分就好了 剩下回去看錄影 所以我們先最大化四步進來 記不記得UCS轉換 在很久很久以前教過 大概一個半月前教的 UCS轉換記得嗎 我要把我的UCS 它在這個斜面上很重要 因為我接下來要對它做正頭影 所以我打UCS Enter 然後三點 第一點選圓點 所以我點在這個角點 我把動態UCS關掉了 因為我再也用不到它了 我先關掉重來 我先關掉動態UCS 然後UCS Enter 然後三點呢 為什麼一直給我動態UCS 還是它UCS進去就會動態UCS 不管 UCS Enter 然後三點呢 第一點選這裡 可以嗎 然後第二點請你選 不要 因為我覺得你們待會兒 UCS會被我搞瘋 來重來 重新選三點 我覺得那三點很重要 UCS Enter 第一點改選這裡 你注意到我跟原住的關係 第一點選這裡 最左最左邊的那個左高點 可以嗎 然後第二點改選這裡 就是原來我想要當原點的那個點 好了嗎 然後第三點請你選這裡 好 我現在UCS趴上去了嘛 是唄 然後呢我要做一個很厲害的指令 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三個禮拜以前教的 叫Plan Plan Plan 我希望有人記得 這房間裡面如果兩個記得我就感恩了 有人偷笑 然後打Plan之後呢 Enter Plan Enter之後呢 有沒有一個叫目前的UCS 有沒有 預設是 建瓜湖是不是預設是目前的 對吧 那我就Enter Enter之後 然後我現在看到那個圓 是不是完全的就是一個圓 因為我已經把我的Plan 怎麼樣 踏在 我的斜面上 我怎麼做到的 我先轉UCS 那你現在知道我為什麼 當初要設計UCS 先那個點 再這個點 再那個點 因為我讓它的X在這裡 X在這裡 然後Y在這裡 講錯了 X在這個方向 Y在這個方向 所以我要這樣設計的時候 我剛剛的順序很重要 我要一次做到了 到這邊可以嗎 這個Plan指令很好用喔 記下來了 Plan 你有UCS轉換 然後用Plan 就把它Plan上去了 Plan要記下來 Plan太好用了 其中考一題做圖題 可能要用到這個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還有一個指令 也差不多在那個時候講的 叫做 VEnter 對 叫VEnter View 那View裡面 有很多的預設 來這個加號 一點開 可以看到很多的預設 很多很多的預設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新建一個 來 新建一個 然後我們就叫它 叫 我們就叫它Slope好了 我們叫它Slope 或是 Ramp Ramp Ramp也是斜坡 Slope也是斜坡 自己選一個英文字 或是叫做 叫做我最偉大的斜坡之類的 隨便你好嗎 好 以後就按確定喔 所以你現在這個視圖 那右下角有個小小的icon 讓你看到說 你現在這個視圖呢 是你自訂的 View 那這個自訂的View呢 就已經定好了 定好了 第一個你給它名字 第二個它長相是長這樣的 甚至它的UCS呢 也是被剛剛你轉換過的UCS 它所以現在未居民 還記得UCS可以秘密嗎 UCS可以Save 還可以Restore 這我剛剛忘了複習 不重要的 反正你們記得就記得 不記得就算了 然後這時候我按確定之後呢 我就離開了 離開之後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變 但是你剛剛定義一個 很好用的東西 叫Ramp 記得嗎 所以你只要打V View 然後把Ramp叫出來 它可以隨時回到這個畫面 到這邊有問題 沒號 來看著喔 按滑鼠右鍵 最小話是不我回來了 然後呢 我做一個新的View MV Enter 來MV Enter 然後開在旁邊 那開在旁邊的意思只是說 因為我現在我塗塞滿了嘛 所以通常我的工作習慣是 我還沒有決定好我要放哪裡之前 我還沒有決定放哪裡之前 我先放在旁邊 雖然不會印出來 但是我就是在做排版 我要做排版 這樣懂嗎 OK 猜猜看我下一步要幹嘛 下一步就是Double Click進去這裡 OK 猜猜看我下一步要幹嘛 打V Enter 那你不打V Enter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也可以在這裡找喔 你也可以在這個小小的圖裡面的小小的左上角的小小的那個字 找到那個字點下去 然後呢你會在這裡小小的看到這裡都很小 然後你會在這裡看到Ramp 所以你用V去把Ramp叫出來 或是直接用這個 Viewport裡面左上角的那個上下左右的那個點選去選到這個Ramp 你現在是不是回到這裡來了 有嗎 然後我們要比例對不對 要比例 好 那如果你是喜歡用性質來指定四部的比例的 你就不用往下聽了 如果你想要學指令的聽好 這個指令叫Z Enter 你想要從這裡改比例喔 我現在教你喔 Z Enter Z Enter 好了沒 跟著打 Z Enter之後 打 現在比例是1比1對不對 我們現在比例整個是1比1嗎 打1除以1XP 後面要加XP 這是指令派的人 XP代表它是 在設定它的Propulsion 所以在設定它的 比例就對了 它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個選項 因為這是我們以前指令派背的方法 那是照用的 所以它就出來了 它就這裡出現的會是1比1 如果你懷疑 哎呦 為什麼我動到它了 Z Enter 1除以1 1除以1就是1 1XP 重來喔 Z Enter 1XP 你打1除以1XP一樣 然後呢 我剛剛應該要打P Enter 稍微移動一下 然後外面Double Click 外面Double Click之後呢 把這個圖長大一點 它應該要長這樣子 好 到這邊有問題 沒問題 這是你從斜面上看到的樣子 可是這個圖呢 缺乏一點說服力 所以呢 請你跟我一起這樣做 我把上面兩個視圖往上移動一點 正交喔 哎呦太多了 我把上面兩個視圖往上移動一點 連標注齁 請你連標注一起動 下面兩個視圖呢 往下移動一點 我現在正在排版 然後打算呢 把這個斜坡插在那裡 插在哪裡你知道嗎 來 新指令來囉 你們知道這裡跟上了沒 我的新指令叫Align 來 A L Enter Align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指令 可以2D對齊 可以3D對齊 Are you ready Ready Ready了齁 然後點選這個四步 Ready 沒有別的物件要選了 沒有別的物件要選了 沒有別的東西要Align了 然後Enter結束選取 然後第一個來源點 請你點選這裡 注意喔 我現在是在圖紙空間裡面點選 四步裡面的某個參考點 嚴格來說我還是在圖紙空間 但是我選的是模型空間的鎖點 我希望這個觀念沒有讓你覺得太困難 我在圖紙空間裡面在運作 可是我點選的鎖點 鎖點本身是模型空間裡的鎖點 到這邊可以嗎 然後呢 我第一個對齊的點 請你點到這個位置 可以嗎 這是 它是個Mapping的過程 第一個點要對到哪裡 第二個點要對到哪裡 甚至第三個點要對到哪裡 可以三度空間的Align 這個暫時不講 就是反正就是 我們現在是二度的Align 好嗎 點過去 然後問你第二個來源點 第二個來源點 當然是這裡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目標點當然是這裡 有沒有第三個呢 有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二度空間 不需要第三個點 所以直接Enter結束 然後問你要不要調整比例 否 我不要因為它 你看喔 如果 第一個點是這樣Align的 第二個點是斜斜的 就是大小有變化的時候 它可以縮放的 它同時可以縮放的 這功能很強大了 這以後有機會再說 然後不用調整比例 因為你不該調整比例 調整比例 就表示你剛剛比例設定是錯誤的 它不能這樣Align 它不能用Align 來 不能用Align 它不能Align的話 我用旋轉可以吧 來我試試看 不能用Align 因為它是 這個問題應該是出在這個模型空間 跟圖紙空間的一個 對照問題 來 我用另外一個方式試試看 應該可以 來我們試試看 我先M過去 我把這個 我用M好 我們先用M MEnter MEnter之後呢 請你選取這個物件 好了嗎 然後選取物件之後呢 選取物件之後呢 我們就是選擇這個四步 然後Enter 結束選取 然後利用這個一樣 左下角這個點 好了嗎 點上去 然後點到 這裡來 這樣可以吧 到這邊可以嗎 可以喔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要把它旋轉過去 旋轉過去 可以嗎 旋轉過去 所以旋轉的方式呢 是這樣的 一般我們旋轉 譬如說 呃 我畫個東西 我們一般旋轉的時候 譬如說 我們旋轉是RO Enter 選物件 然後旋轉 然後 直接給45度之類的 我們一般旋轉是這樣 對不對 可是旋轉也有對齊 旋轉有旋轉的對齊 來 準備好了 我果然不應該講這個 講了之後呢 會大家越來越亂 來 RO Enter 選取這個四步 選完之後 Enter 結束選取 然後選基準點呢 請你選這個 點 因為要繞著這個點旋轉 可以嗎 然後完了以後呢 你不要直接給45 給90 給135 不要給這個角度 你選擇用參考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參考的東西 Reference 打R Enter 然後指定角度呢 也不要直接給角度 請你指定在這個參考點 因為我要給參考角度的時候 我要點選一二三三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它的基準點 這裡 好嗎 然後第二個點呢 請你點選 這個點或這個點或這個點 沒關係 這條線上的任何一個點都可以 然後第三個點呢 請你點選這個你要去的點 成功了 趴上去了 成功的趴上去了 是的 成功的趴上去了 OK 然後趴上去之後呢 你需要讓它離開一點點 因為你現在不能完全趴上去嘛 這個部分有問題的同學回去再看錄影 所以呢 MEnter選取這個四步 然後呢 我可以把它移過去 選取這個四步 然後把它MEnter移過去一點 移多少都沒關係 為什麼一直出現這個 第二個點呢 請你點選這裡 這樣就趴開了 我只是讓它在同一條線上移動 沒有別的原因 讓它在同一條線上移動 好 我們第二節課先上到這裡 有問題的下課 你對這個部分的操作還有一些疑惑的 你可以來找我 好 我們休息到 五分好不好 十一點五分回來 繼續 所以我們 來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 剛剛 我在上一節課時候 有舉過的例子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細節要被 凸顯出來 你通常會另外做一個放大圖 那這個放大圖要怎麼做 好 通常這個放大圖呢 不一定要長圓形 但是圓形是一個蠻 圓形是一個蠻讓人家可以noticeable 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容易被關注的一個圖形 所以我喜歡用圓形 而且圓形你看 在比如說 以我早上畫的這個圖來講 它是 它是出現在一個所謂的 尺條的中心點 某一個加工位置的中心點的時候 我可以讓它 在周遭把那個尺條給masking起來 如果那個masking起來之後 你就會覺得特別明顯 所以呢我們一起到這邊來 我覺得 比如說我想要讓人家看這裡的細節 假設 我想要讓人家看這裡 因為這個細節變得很奇怪 對不對 那如果你在1比1的情況下 你可能不見得看得出來 你們有看到這個細節嗎 你們有這個東西嗎 有嗎 那沒有的同學一樣 你就回去看錄影了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請你跟我一起這樣做 把這個四步呢 複製到旁邊 四步當然也是個物件 它當然可以被複製 到這邊可以嗎 然後在這個四步 你想要放大的位置 畫個圈 畫個圈 C enter 然後呢 我就在這兒好了 我在這兒畫個圈 我們打20好了 半徑20的一個圈 我不一定要20 要18 15都可以 只是20的話 我們大家就統一了 好嗎 到這邊可以嗎 可以齁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指令有點難背 它叫VP Clip VP 就是 Viewport 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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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代表修剪 Clipping 就是 拿著小剪刀剪鼻毛那個動作 算了 你們都沒有在剪鼻毛 Clipping 好嗎 然後 Enter 然後問什麼 他問什麼 他問啥 要截取的四步 所以先選這個外面的四步 好了嗎 然後接下來問你什麼 選取截取 這個Clipping 就是問那把剪刀 那把剪刀是多邊形 多邊形也就是PL可以亂畫 PLPLPL 三角形可以喔 五角形可以喔 六角形可以喔 這樣貼得懂嗎 就看你喜歡用什麼形狀來凸顯 那我喜歡圓形我就用圓了 所以就選這個圓 好 結束了 到目前為止呢 他做了一個所謂的Clipping的動作 可是呢 他放大了沒 他是不是跟原來一樣大而已 是吧 好 那譬如說我現在右手邊還有一點空間 我還有一點空間 我覺得我估算這個圓 可以放大個 四倍沒問題好了 我假設我可以放大四倍沒問題 我就怎麼樣呢 有個指令叫Scale Sc 這題其中考的指令也會考 Scale 直接洩題 對 放大縮小 比例放大縮小 然後選取物件呢 注意喔 我會直接選這兩個 這裡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你剛剛畫的圓 一個是你Clipping之後的Viewport 所以你要最好兩個都選 讓他一起長大 選了沒 選了沒 選了之後結束選取要按Enter 那Scale的基準點呢 我通常習慣從圓心 因為這個圓心是待會要去比例縮小放大的圓心 所以我就從這個圓心來做放大 來點下去 然後打4Enter 4代表4倍放大 好 所以你這時候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畫面 也就是說 這個傢伙呢 這個4步放大4倍了 可是比例有沒有變 那怎麼辦 怎麼把比例變到對的比例 因為你剛剛是1比1嘛 你現在應該要4比1才對了 懂嗎 所以怎麼辦 選取這個兩個物件一起選沒關係 按Ctrl1 123的1 然後呢 Ctrl1之後 如果你發現你選了有4步有圓 請你選擇那個4步 Ctrl1 Ctrl1 性值知道吧 然後選完之後呢 你選取這個4步 然後把自定比例從1改成4 或是4除以1 都可以打4Enter 那這樣沒有放大了 有了唄 有了以後 Escope 離開 離開這個Ctrl1 離開這個Ctrl1 4倍有點大 3倍可能剛好 對不起 那我改一下可以嗎 我選取這個物件 再scale一次 我再scale一次 來 太大了嘛 scEnter 選取這個物件 整個一起選 Enter 然後呢 點選基準點 一樣選原心 打3除以4 因為4倍 變成3倍 那就是4分之3 所以打3除以4 3除以4是一個合法的輸入 它是一個分數 但是auto可以看得懂 到這邊可以嗎 然後一樣 再點選這兩個物件 Ctrl1 123的1 點選這個4步 然後點選它的比例從4改成3 好 這樣它們兩個才會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物件 3倍大小的物件 放到哪裡呢 放到空白處 OK 然後呢 剛剛我們打斜面的這個東西 我不希望它看到 因為它很亂 它會讓這個4步的邊緣框 會變得很亂 所以我把它放到Death Point的圖層 這應該沒問題吧 把它放到Death Point的圖層 好 這樣它就不會 欸 怎麼變不過去 為什麼 為什麼放不過去 等一下喔 為什麼放不過去啊 欸它很奇妙欸 點選它 是4步 喔 它原來 它被我旋轉之後 它會出現一個 PL線把它包起來 所以我得一起選喔 一樣 我這裡要一起選 所以我這裡要兩個一起 然後呢 把它放到Death Point的圖層 因為我不希望看到它 因為它剛剛在我 旋轉的那個過程 自己產生一個PL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自己產生 有一點多事 因為其他的 其他的四步都沒有這個問題 其他的四步就是很單純的四步 好 到這邊可以嗎 那完了以後呢 Ctrl S一下 Ctrl P一下 Ctrl S 是為了存檔 Ctrl P 是為了預覽 這就是我最後呈現的圖形 等一下 我剛剛做錯一件事 我剛剛做錯一件什麼事 我忘了在這裡畫個圓 剛剛是15對不對 15對不對 是15嗎 還是20 20齁 剛剛這個應該是20 我剛剛這個應該不應該刪掉 我應該用複製 20 好 剛剛是20 好 那 我畫到現在呢 我還沒有去講這些 出圖的輕重 然後包括線條的粗細 顏色的深淺 等等 我還沒有講 但是請各位注意 我現在上課主要在示範的是 你在四步裡面 你在圖子空間裡面 怎麼去 產生出這些四步 產生出這些標註 產生出這些特殊的四步的樣貌 目前是這樣 所以呢 我就會建議你 譬如說 你就要去開始考慮 它印出來會看到什麼 譬如說 我就不會希望這裡是實線 這樣懂嗎 我就不會希望這裡是實線 我會希望它是虛線 或者是其他的線型 諸如此類的 這個你要自己去 運用你之前學到的線型 顏色 線寬這些東西去改 到這邊跟得上嗎 好 那我們按一下頁面設置管理員 我剛剛有一個東西漏了獎 來按一下滑鼠右鍵 在標標籤上按滑鼠右鍵 然後按頁面設置管理員 我剛剛漏了一個東西 我們進修改 我們把它一起改掉 好 然後呢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個出圖形式表 我還沒講對吧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說 如果你出圖的時候 你出圖的時候 你出圖的時候 不管是出成pdf 或是直接出到印表機 你的每個顏色 都可以重新的被定義出圖的顏色 你說怎麼這麼麻煩 舉個例子 來點了沒 點了以後請你選monochrome 點monochrome 好了嗎 mono是什麼意思 單一 monochrome是什麼意思 不是單一個chrome chrome browser 單色的意思 所以這時候你按預覽 你應該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比較有水準一點 還不錯 如果你喜歡單色那就monochrome 所以你在畫模型空間的所有的顏色的時候 對我來講 模型空間的所有的顏色 都是為你畫圖的時候不要眼睛脫窗 畫到最後都看不見 所以顏色的辨識力很重要 辨識性很重要 然後這個這個線的粗細那些東西當然都很重要 但是你畫圖要趕快的建模 建完模之後趕快出圖 出完圖之後趕快 伸出這些東西來 這個很重要 到這邊可以嗎 可是你出圖的時候 你出圖的時候 你可以重新的去定義這個顏色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那譬如說我們選另外一個 來我們選grayscale 這叫grayscale grayscale 選下去之後我們選預覽 preview 這叫grayscale 也不錯 也不錯 因為grayscale的好處是什麼 除了有黑的還有灰的 灰有好處 灰有好處 然後如果你什麼都不選 也就是你用它原來預設的ACAD 就是第一個 這是原來預設的 它長這樣子 它就長這樣子 黑的就是黑的 紅的就是紅的 白的就是白的 就這樣 綠的就是綠的 青的就是青的 到這邊可以嗎 到這邊可以嗎 那escape 再回來 那你可不可以自己定義 可以的 好 什麼叫自己定義呢 你就在下面顯個新鍵 來跟我一起來新鍵 好嗎 進去沒 進去以後呢 它可以從頭開始 這個很累 沒關係 你就按一下 給它一個名字 就是my 買出圖形式表 中英夾掌 買出圖形式表 它就英文應該叫plus style 英文叫什麼 那個Mac版的 叫plus style plotting style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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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頁面設置管理員 沒有這個東西 不是長這樣 暫停錄影一下 ok 好 所以 你也可以按這個 這邊有個小按鈕 但是我是從零開始 從零開始的話呢 就是新鍵 然後這個下一步 然後my 買 英文版叫什麼 plot style plotter 還是plot 蛤 plot style my plot style 然後下一步 好出讀形式編輯表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呢 你可以把 所有的東西重新定一次顏色 這樣當然是太慢 這樣太慢了 我們另外一個方式是怎麼呢 就是你從一個 已經寄存的開始 比如說我喜歡monochrome 但是我喜歡monochrome裡面把 比如說我標注喜歡紅色 我標注非常喜歡紅色 這是個人的喜好問題 我紅色就是喜歡紅色 藍色喜歡藍色 因為我喜歡有一些顏色被區別開來 我可以從monochrome開始 然後呢 如果從monochrome開始 我可以點選右邊的這個icon 然後什麼呢 然後我可以把它另存 另存成 my monochrome 這樣聽得懂嗎 你可以自己存你自己的CTP 就是你的出圖形式表 然後按存檔 然後譬如說 紅色本來應該是黑的 黃色應該是黑的 大家都是黑的 可是我就要印 我就要把紅色印成什麼 紅的 這樣聽得懂嗎 我就可以讓出圖的時候 紅色是紅色 但其他都是黑的 這是看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自己有你自己的Style 然後我按儲存關閉 然後我現在來實驗這件事情 那按確定 但是呢 我新建了以後 我就要去選my monochrome 你就要去選my monochrome 然後你按確定喔 我先離開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裡面沒有紅色的嘛 所以我現在把我所有的標注 我把我所有的標注 都選起來 甚至這兩個圈圈 都選起來 假設我想要強調這些 假設我想要強調這些 我把他們都丟到哪個圖層 都丟到這個圖層 然後呢我按Ctrl P 我按預覽 就會看到什麼 都黑了 但是什麼顏色被Stand out出來 紅色的 所以這個是出圖形式表的作用 你不要從零開始 從零開始很累 但是你可以從某個 你最接近你喜歡的開始 然後修改裡面的一兩個顏色 然後就搞定 OK 還沒講完喔 還有很多精彩內容喔 我們這次真的把它出圖看看 你預覽OK之後就Esc Esc 回到這裡之後 如果你按確定就出圖了 好 然後我們就讓它存到某一個你要的資料夾 譬如說 你把它存到你要的資料夾 我們看一下PDF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費了一番很大的功夫 其實目的呢 就是最重要把它出圖 當然你可以改檔名 這個PDF是你可以隨便改的 好 然後這個圖應該很快就會印完 它就會印完 好到這邊為止呢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我們少了一點東西 那用這種方式出圖的好處是 它會給你剛剛那個標籤 所以你將來你這邊所有的圖紙 會列成PDF的標籤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這autocad在新版的 這個裡面幾乎都有標籤的功能 等一下後來有一個更有趣的 叫圖紙集 我們等一下會來講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比較小小的遺憾是 這種圖通常人家看不懂 為什麼 它雖然是立體圖 可是 它應該要怎麼樣 它應該要隱藏吧 也就是說 不該看到的線不應該看到吧 對不對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處理這一段 來 注意喔 這一段會有一點難懂 但是 我相信如果你們認真聽 你們聽一次就懂 那聽不懂就可能永遠聽不懂了 那聽不懂就可能永遠聽不懂了 接下來呢 我要來處理這一個事故 這個事故呢 我剛剛是用2D線架構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你們進去 AutoCAD 就是剛剛的那個AutoCAD 的PDF檔案 我們剛剛有印成這個PDF檔案 我們再看一眼 我們再看一眼 你們一直zooming 你沒有發現所有的線條啊 都不會因為你zooming而有所 減損 也就是說 你放到多大 它都是一個向量物件 我希望我不用再解釋什麼叫向量 然後其中卡會問你什麼叫向量 什麼叫點證 這題必考 好 然後呢 你用PDF的這種 像這種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功能 就是螢光筆的功能 它都可以被辨識成文字 所以這是個向量檔案 這個PDF是個向量檔案 也就是說AutoCAD是個向量檔案 連你出來的PDF都是向量檔案 好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表演 我們回到AutoCAD 我們點選一下這個物件 DoubleClick進去 然後把2D線架構改成概念 可以嗎 概念 概念很立體吧 是吧 好 然後外面DoubleClick回來 外面喔 要在外面DoubleClick可以回來 然後按Ctrl P 然後呢 不用預覽了 直接來確定 可是這一次呢 你改個名字 你叫它V2好了 我叫它V2 V2就是我第二個印的版本 然後Enter 然後呢 你猜看印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會長這樣 沒有Surprise吧 對不對 有人覺得Surprise嗎 沒有 可是Surprisingly 如果你現在說命了 你就會看到什麼 馬賽克 表示它是一個什麼 點證圖 它是一個點證圖 然後呢 這些呢 還是項量 這些你怎麼zoom in 它頂多就是歪掉一點點 可是它是個項量 它是PDF裡面的項量物件 但是這個是點證物件 我 personally 我非常討厭點證 蛤 怎麼了 因為它斜線沒有辦法被 馬賽克的時候就會顯示出它的缺點 就像你青春痘你可以貼上一個東西 但是青春痘很大顆你就貼不住了 這個比喻懂嗎 它貼不住啦 這個是項量的樣子 只是因為它的馬賽克表現不出來 因為馬賽克就是方正 馬賽克就是1024x768 1920x1080 它永遠是方正的排列 所以你這裡看不出馬賽克 可是 可是 這low share 可是你永遠不要期待你畫的圖就是簡單的水平線跟垂直線好嗎 這是不會發生的 那你就不用畫了 Personally 我覺得你用了AutoCAD 你印成PDF就不應該有點證 就這樣 怎麼辦 很不幸的 我告訴各位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很不幸的 很不幸的是 來我們double click進來 這裡面所有的視覺形式只要是3D的視覺形式 全部是點證 在出土的時候 除了一個例外 來所以那個例外要記起來 那個例外在哪裡知道嗎 好 那個例外是什麼呢 不在這裡面設定 來double click出來 double click出來 不在這裡喔 你要點選這個四步 我要講唯一的例外了 所以你要記筆記 點選四步按滑鼠右鍵 好了嗎 然後按描影出圖 選描影出圖 叫做 shaded plot 有嗎 有shaded plot的這個東東嗎 你要選四步滑鼠右鍵 有沒有 Mac版 shaded plot 對不起 shaded plot 因為有時候不知道他有沒有形容詞 好了嗎 shaded plot 然後呢 shaded plot 以後也是有一堆一堆 3D的2D的視覺形式 只有一個 另外哪一個猜猜看 第三個隱藏 注意喔 不是 英文版應該叫3D hidden 然後中文版應該叫hidden 跟3D 中文版叫隱藏跟隱藏 中文版完全無法驅使 中文版完全無法區別 這很不幸的 中文版就是隱藏隱藏 這兩個隱藏 不一樣喔 不一樣喔 上面是2D的hidden 下面是3D的hidden 什麼意思 你只有三個 誰只有三個 你們Mac版的只有三個 那我不知道 你等一下試了就知道了 你就選hidden 可以嗎 你就選hidden 那中文版要選什麼 Windows版要選什麼 知道嗎 選第三個 你要是選了第六個 第六個叫做3D hidden的 或者中文版要隱藏的 這個保證是點證 我保證我用生命啟示 這個保證是點證 這個是項量 唯一的項量在這裡 選了嗎 選了沒 第三個 你要記住 因為中文版無法區別 選了齁 選了以後 不要急著 不要急著列印 你還有一個動作要做 這動作有做沒做差很多 那那個動作呢 我現在故意保留 你要應該要做一個動作 再來做這件事 而且應該要存在你的樣板檔 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每一次都要設定這些東西 想像一下 如果你都存成樣板檔以後 很多事情是不用做的 這樣聽得懂嗎 這個指令記下來叫做 DISPSILH 很長齁 它叫DISPLAY SI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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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顯示輪廓這件事 DISPSILH 這個MAC版一定有 因為這是指令一定有 好了嗎 然後ENTER 原來 原來預設是1還是0 應該要改成1 這是1 我改過了 因為我的樣板檔改過 你們現在都是1 因為被我改過了 所以你下次開個新的檔案 它會是0 好 那我就故意改成0 我先講 目標是改成1 但是我要改成0 讓你看它0長什麼樣子 來 改成0 好 先改成0 就是讓你知道它的區別 因為你開個新的 AUTOKEY樣板檔 一定是0的 會是1 是因為你開的是我的樣板檔 然後CTRL-P 然後預覽 你會看到這種東西 UGLY 另外一種UGLY 它是向量 但是非常非常的UGLY I hate it I hate it 可以嗎 Escape 不要列印喔 不要列印喔 回到這裡 也都不要列印 然後呢 在 SILH DISP Enter 不是啦 DISP 講反 SILH 然後改回1 然後CTRL-P 然後預覽 不用預覽了 直接來了 直接來了 你如果改回1的話 就直接來了 確定 然後我們這叫V3 我們這叫V3的版本 這是第三版 然後呢送到繪圖機 繪圖機就是你的PDF plotter 它會長這樣子 這是它用隱藏的方式印出來的 我覺得夠立體的 不需要更立體的 然後它是一個純向量 這個非常重要 它是純向量 斜線不會馬賽克 因為它在PDF裡面是用 向量的概念在顯示的 所以它不會有馬賽克 馬賽克有很多的好處啦 但是有時候說 老師我就是喜歡描引 描那個 叫什麼 概念 擬針 我喜歡X射線 我喜歡那種 OK 但是我知道 讓你知道那個區別 它出來會是點證 它一定是點證 它沒有別的選擇 它也只有點證的方式 才能顯示你那些很複雜的shading 可以嗎? 好 好 到這邊沒有問題 好 我今天其實只剩下 兩個東西要講 應該來得及 一個叫資料萃取 一個叫圖紙集 我先講圖紙集好了 來 那請你跟我一起這樣做 Ctrl S 一下 好嗎? 然後你幫我在 ABC123這裡按滑鼠右鍵 OK 然後幫我選擇 複製或移動 移動或複製 英文應該是Move或Copy之類的 對吧? 沒有嗎? 你沒辦法選擇 蛤? 蛤? Dubricate就是啊 Dubricate就是複製啊 它不一定叫Copy 它就Dubricate 它也可以叫Clone Clone也是那個意思 好了嗎? 點了號 點了以後呢 請你把它移到最後 然後建立一個副本 就是一個Dubrication Dubricate 然後移到最後的原因 是因為我就希望它到最後面 OK? 那你也可以在配置的之前 我等一下要打算把配置的殺掉 因為配置的不是我生的 這樣聽得懂嗎? 好 我現在呢就打算移到最後 然後按確定 按確定之後呢 我現在有三個配置 一個是ABC123 一個是配置2 配置按滑鼠右鍵把它Delete掉 刪除掉 所以我現在只剩兩個配置 一個叫ABC123 一個叫ABC123 刮弧2 好 這兩個東西看起來一模一樣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如果這兩個東西 甚至三個東西 甚至十個東西 我再做一個 我再做一個讓你們感受到那個威力 來 我再複製一個 它就會叫Dubricate3 刮弧3 所以我一樣複製到最後 移到最後 建立副本 然後我就會有個123 好 我現在有123 這三個都長得一樣 可是這三個內容可以完全不一樣 到這邊可以嗎? 它就是三艘 我開始上課講的三艘太空船 太空船裡面要做什麼配備 什麼配置 那你家的事 我不用示範嗎? 比如說我第一張是平面圖 第二張是立面圖 第三張是剖的面圖 剖的面圖可以吧 然後再來一個效果圖 然後再來一個什麼圖 這樣大家都理解嗎? 那接下來有個問題 萬一你要改裡面的東西 譬如說 我希望這一張是印 好我再看一次 我們這一張是印 這個所謂的 Monochrome 但是Display的時候是紅色的 但是譬如說我希望下一張 下一張呢 就是我的刮弧2這裡 我刮弧2這裡 我希望它是Monochrome的時候 那當然很簡單 我就點選它滑鼠右鍵 不是Monochrome 我希望它是彩色就是彩色 那我就點選它滑鼠右鍵 然後頁面設置管理員 然後修改 然後把這裡怎麼樣 就改成這個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改的是這一張的喔 我改的是這一張的喔 我改的是這一張的喔 你看喔 這邊有1有2有3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改的是這一張的喔 所以我關掉它之後呢 我對第二張Ctrl P 然後按滑鼠右鍵 我看到的是什麼? 是彩色的 對吧? 是彩色的 這沒有什麼surprise 可是其實大多數的狀況是什麼? 大多數的狀況是如果你的配置 譬如說 譬如說 你想要改這個出圖片一樣 譬如說 你想要改它的 通常嘛 通常最主要是這裡 這裡你希望它如果五六 六調出來印出來不好看 你想要改10 逗號10 你想要改7 逗號7 你是不是要一個一個改回去? 你聽懂我在說什麼? 因為現在每一個配置都是獨立的 那如果你希望你將來在調整的時候 你只要改一個配置 然後所有東西都apply 那你要怎麼做?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們點選第一個標籤好了 因為第一個標籤最快 點選第一個標籤可以嗎? 然後按滑鼠右鍵 按頁面設置管理員 OK 然後我們現在是第一個標籤對不對? 那第一個標籤這裡呢 我們不要按修改 我們不要按修改 我們按新鍵 我們按新鍵 好 那我們這個新鍵的配置呢 我們叫它標準設置 那你要叫什麼名字沒有關係 那我叫標準設置的原因呢 是待會我比較好找它 標準設置 就是它是大家共同的標準 可以嗎? 那如果我設置了這樣的一個標準 將來用這個標準 設定裡面的 偏移量 設定裡面的出圖形式表 設定裡面的列印品質 我還沒有講列印品質 列印品質自己應該看得懂 我要設定這個設定那個 設定一堆東西 我將來只要把這個東西當作標準 然後大家apply這個標準就好了 這樣聽得懂嗎? 我就不用在 每一個配置從頭改到尾了 那你應該有意思嗎? 我現在叫標準配置了 然後按確定 然後這個標準設置呢 它就會再問你說 這個叫標準的東東 它到底要有多標準 你可以在這裡面 做完你所有要的設定 譬如說我就改1010好了 改22好了 我故意讓它不一樣 就是非常偏左下角 假設這是我的標準 我讓它故意非常偏左下角 那我改完了之後 這個叫標準設置的喔 故意喔 左上角有它的名字喔 它有個名字叫標準設置喔 然後這時候按確定 OK 我按關閉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只要每一個配置 在一開始 甚至我還沒有出生它之前 我在頁面設置管理員裡面 我去把標準設置 設為目前的 它就會被apply 我再做一次動作 有看到嗎 我剛剛是在 ABC-123上面 按滑鼠右鍵 進到頁面設置管理員 進來之後 我沒有去修改它裡面那些內容了 因為我已經有標準設置了 所以我選擇標準設置 然後按了設為目前的之後 這時候 叫ABC-123的就 後面有個括弧叫做它是標準設置 這個部分聽得懂嗎 它就是個style就對了 它是個大的style的集合體 到這邊聽得懂嗎 所以我按關閉 然後按這個 第二個一樣 第二個 其實你應該在出生之前就要做了 那我現在是事後補上 但是給各位看這中間有多麻煩 然後第二個也是頁面設置管理員 也是在這個情況之下選標準設置 然後選設為目前的 它也被往左下角移動了 有沒有 無保 有號 然後按關閉 然後再來第三個 滑鼠右鍵 頁面設置管理員 你做過才會知道它有多麻煩 所以以後就會乖乖的 然後標準設置 設為目前的 三個都改好了 好 所以下次如果你要有這種 大家都長的一樣的 標準設置 但是我要改 譬如說來我們一起來 我在任何一個地方 按滑鼠右鍵 按頁面設置管理員 選擇標準設置 我這時候標準設置 是一個新的設置 這個設置沒有出現在任何的要 但是是大家都apply它了 但是我這時候按 按修改它 我按修改它 然後我把大家都改成 我把它改成10 逗號10 聽得懂嗎 我按確定 他就問我說 我是不是所有的配置 應用到標準設置 都要改 你就試就好了 你就全部人都改好了 也就是說 萬一你有一些設置 是很重要的 然後你剛好這個檔案裡面 幾乎都是A3 然後那個A3 大家都要長得一樣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發明一個標準設置 所以你這樣改的時候 全部就會一起改 改完 知道嗎 而且甚至在 還沒伸出配置1 配置2 配置3 就已經把它設置好了 然後大家一進去都是apply它 就不用再做一次 到這邊聽得懂嗎 好 然後呢 我們 要來講最後兩個單元 我一直沒講 一直沒講 我們先把這兩個配置的名字 改一下好嗎 剛剛那個叫瓜糊2 我叫他456 好不好 我沒有別的原因叫他456 ABC-456 請大家跟我一起 ABC-456 然後剛剛那個瓜糊3的 請你幫我改 ABC-789 所以一個叫123一個叫456一個叫789 這個是所謂的圖號 這個是所謂的圖號 到這邊可以嗎 這是所謂的圖號 然後這三個配置是獨立的 我再講一次裡面要放 太空船裡面要放 壩臺 太空船裡面要放一張床 太空船 太空船 太空船裡面要放一個 呃 教室 隨便你 你要懂嗎 這三個是獨立的 但我現在沒時間去改裡面的內容 那你加的是了 好來 Ctrl-S一下 Ctrl-S很重要 Ctrl-S之後呢 現在這個檔案會記得它有三個配置 分別是123456跟789 Ctrl-S才會記得 你沒有Ctrl-S之前它記得只有123 好 請你到工具 選項版 然後 圖紙齊管理員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找到這些 很複雜的Menu的路徑 你就按Ctrl-4 Ctrl-4是它的快速鍵 Ctrl-4 是快速鍵 有東西嗎 有那就對了 好來Ctrl-4 快速鍵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你看到的呢 應該是一片空白 那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今天早上在工作嘛 所以我正在做非人非洋的齒輪加工的圖嘛 好那你這裡呢 請你從新圖紙集開始 所以你在上面點選一下 選新圖紙集可以嗎 跟我一起齁 新圖紙集 然後建立圖紙集呢 是用既有的圖面 因為你現在正在這個123456789的這個檔案工作 所以你就直接用既有圖面了齁 來下一步 好了嗎 好了嗎 那圖紙集名稱你叫它圖紙集練習好了 圖紙集的練習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英文版叫 She set She S-H-E-T She She Set 好難念 繞口令 She set She set 就是圖紙集 好了嗎 然後你要放在哪呢 強烈的建議 再看一次喔 這邊有個小的按鈕 這邊有個小的按鈕 看到了嗎 小的按鈕幫我點下去 我強烈的建議跟你現在的檔案放在一起 也是相對路徑絕對路徑的問題 就這麼簡單 就是上禮拜作業的那個相對路徑跟絕對路徑的考量 沒有別的原因了 所以我就是故意把它放在一起 好放在一起了 那我確定我的路徑有了 然後呢 這個檔名就會叫圖紙集的練習點什麼DST 它這裡有告訴你它將來的副檔名叫點DST 它是個獨立的檔案 這個檔案是可以幫你管理你的所有的圖紙 那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們往下看 來下一步 當然這裡有個什麼性質 你可以去選 我不選了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呢 就下一步 然後就讓它完成 所以它現在是空的 它現在是一個空的 叫做圖紙集的練習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吧 好 我剛剛強調說你要Ctrl-S Ctrl-S是這個檔案的Ctrl-S 然後按滑鼠右鍵 在圖紙集的練習的這個名稱上面按滑鼠六鍵 好了嗎 可以嗎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的新圖紙啊 新紙集啊 配置會入圖紙 我們選 將Layout變成Import成She She 是嗎 你們英文版叫什麼 什麼Layout into She set之類的嗎 蛤 你們按滑鼠右鍵沒有東西啊 是什麼 第四個啦 還是你們的順序又不一樣 我講一下剛剛這個錯誤來自於什麼的 不是錯誤啦 就是剛剛同學呢 他選的 OK 他選的如果的新圖紙集 如果是用範例圖面 你就會看到一堆 AutoCon內建的圖紙集的範例 不需要 我們在畫我們的圖 我們就用既有圖面 OK 好了嗎 好 那 剛剛是在幹嘛 好 那 那我現在呢 按滑鼠右鍵都有了 將配置會入圖紙對不對 我有繼續錄影 有 將配置會入圖紙 然後呢 請你就瀏覽圖檔 那通常會瀏覽你最後一次工作的圖檔 因為我還在飛人跟飛羊 所以呢 你就要瀏覽到你自己正在工作的圖檔 啊 對不起 資料夾 然後你要找到 你正在工作的那個檔案 就那個檔案就好了 其他東西都不要進來 可以嗎 那你找到他了 你按開啟 然後他就有三個Layout 讓你可以Import 對不對 是不是 那這三個Import呢 就當然就是匯入勾選項了 就Import 然後你現在進來了 進來之後呢 你稍微在這裡觀察一下 這裡都還沒有任何變化 還沒有任何變化 這邊的Drawing Number沒有變化 這邊有沒有變化 對不對 可是呢 請你在這裡 點選滑鼠右鍵 123456如果順序亂了 你自己可以用拉的方式把它拉 把那個順序對調一下 123456789 我比較習慣這樣 就是有個順序 滑鼠右鍵 點選其中一個滑鼠右鍵 我從123開始 然後呢 選擇更名和重新編號 rename renumber之類的 ok 然後呢 請你跟我一起這樣做 把這個 abc123的 sheetitle sheetitle的這個東西 control x下來 貼到這個號碼這裡 這才是真正的sheet number 真正的sheet number 是在左邊 不是右邊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到這邊可以跟得上嗎 然後這邊就寫說 圖子標題就說 我今天上課很快樂 可以嗎 你不快樂就選很不快樂 好不好 然後呢 這個123改完了 直接可以不用再重來 直接可以按下一個 下一個就會進到456 這樣聽得懂嗎 下一個就會進到456 下456 Again 它的sheet number 是empty的 不可以 所以要怎麼樣 control x這個 把它control v到這裡來 到這邊跟得上嗎 老師上課很認真 好不好 這是真的嗎 你們可以寫 老師上課都打屁 也可以 隨便你寫 到這邊可以嗎 這個叫sheetitle 那個叫sheet number 這叫sheetitle 好 注意到配置名稱也可以在這裡改 但通常我們配置名稱都已經弄好了 我就不改了 我不要在這邊再改配置名稱了 這很煩的 你在這邊 那你前面再改什麼 對不對 然後再下一個 好789一樣 把這個control x 到這裡來貼上control v 到這邊沒有問題吧 好 那這個sheetitle就寫 今天中午想吃什麼呢 好不好 海南雞 好了嗎 都好了嗎 都好了沒啦 你可以打海南雞可以打 當然沒有人想要吃那個 那家叫什麼 阿福草 我常吃但是因為方便 確定 確定之後呢 按這個檔案喔 注意喔 在這個檔案上按ctrl s 請問你出現了什麼 出現你的sheet number 跟sheetitle了嗎 有嗎 有吧 甚至左上角 我們在上title block那一天 title block 不是title block 我們在上block 就上禮拜嘛 我們上block的時候 上了title block 我有沒有講到功能變數 回去自己看電影 不電影 看影片 然後我講到功能變數 好你們都忘光光了對不對 當然也不用叫回去翻了 你123 一定也都是123 456就應該是456789就是48 789 這都不用檢查了 這一看就知道就會是對的 但是我現在要強調一件事是什麼 我要強調一件事是你們上禮拜教的 今天就忘了為什麼 因為你們回去做作業的時候 可能沒有好好的做你的title block 或是whatever 我不知道 我們把它再炸掉再看一次 把它炸掉再看一次 炸掉以後 會炸吧 X enter 記得嗎 這個總記得吧 我把它X enter之後呢 這邊出現了一堆什麼 ATT所定義的東西嗎 這到底有沒有印象 然後這ATT表示它是可以改的嗎 那其中最特別的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這個灰灰的東西嗎 然後它是用插入功能變數的方式做出來的 記得了嗎 那如果你插入功能變數 你進來之後你就有一個專門叫圖紙級的東西 然後裡面就有圖紙號碼 就有圖紙標題 OK 這有有印象嗎 Please 你們要多用多用就會 甚至呢我可以在這個圖紙 明明已經有這個圖紙號碼的後面 再加圖紙標題會出現什麼事 所以它會把圖紙號碼圖紙標題放在同一行 然後呢你這個是功能變數嘛 對不對 我剛剛已經說了這個叫功能變數嘛 然後你甚至可以在中間也可以插上什麼 空白 你也可以這樣做 那它就會自動化 它就會自動中間放了三個空白 然後左邊是圖紙號碼 右邊是圖紙標題 你可以都可以這樣做啊 你聽得懂嗎 可是你這樣做完之後 它是不會變的 不會變的 除非你把它變成一個block 它才會變 這樣懂嗎 等一下嗎 我們最後把它做成一個block 記得嗎 好 那圖紙集講完了 資料萃取 下次講 因為我覺得太多了 我在講資料萃取 你們會瘋掉 對吧 應該每個人都快瘋了 連我都快瘋了 因為你們也沒什麼反應 所以這是造成我瘋狂的另外一個原因 Anyway 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下禮拜期中考 我再講一次 30分鐘 筆試 close book close notebook and laptop 然後你們交上來你的筆試考卷之後 才能open your notebook open your notebook 跟你的laptop 是open book 考繪圖 繪圖 就剩兩個半小時 3個小時 9點考到12點 不會延長 絕對不延長 保證不延長 然後 電算中心那邊的易學員 12點會在12點準時收券關門 你就沒有辦法上傳了 所以建議12點40就開始陸續上傳 Ctrl S存檔 然後趕快上傳 Ctrl S存檔 趕快上傳 可能5分鐘10分鐘存一次了 11點40開始 免得到時候你傳不上進是0分 好 筆試 筆試占50分 繪圖占50分 筆試裡面會叫你背一些基本的指令 比如說我問你circle 不是 我問你畫語言的指令 畫 聚合線的指令 這個很基本 我不會考太難的 但是你們最好回去把 這份講義看一看可以嗎 哪一份知道嗎 我還沒講你們就好 就一份 快捷鍵或全民都對 但是如果不是快捷鍵也不是全民就錯 就你不能寫一半啊 你不能寫CIR 因為沒有這個指令 你可以打C是正確的縮寫 Circle是正確的全民 這樣懂嗎 對 然後基本上就是50分比450分會圖 然後其中考占總成績30% 所以如果你缺交了很多作業 這是你補寫的機會 一次作業大概5分6分左右 所以相當於5次到6次的作業成績 如果你缺交了很多 Please 這是你補寫的機會 好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對可以考一百沒問題 我也讓你一百 如果你考一百我就給你一百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喔 啊考0分就0分喔 就沒有喔 就沒有喔 30分就沒有 30分就沒了 就是你剩70分可以扣 那你就算你什麼時候會被當掉這樣 好不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下課 今天上了兩個小時又25分鐘